第501章释放武魂,即天晓的武魂,也是第级三品,能够增强体魄,故而他修炼了伊门炼体功法,使得他如今体魄,变得非常可怕,堪比武皇进七重的妖兽。 他的手掌,用了三分力道,只是为了给秦南一个教训。毕竟,范宇是第九城顶尖天骄,和他比肩的存在,秦南这一个下遇来的天骄,如此嚣张,岂不是也不把他放在眼里。 当然了,因为伤道蒙秦南大战众人的消息,被范豪和季天明封锁了,否则的话,给季天晓一百个胆子,他也不敢对秦南动手。 嘭,秦南的身体,一动不动,肩膀上响起了一声爆炸。 季天晓神色一惊,没想到这个秦南,居然能抗住他的三分力道,他的手臂上,当下轻轻爆起,十分力道,全部爆发。 嘭,秦南依然一动不动,只是淡然地看着季天晓。 怎么会,季天晓眼中涌起了莫亥然? 玩够了吧,玩够了就滚远点。 秦南的肩膀,陡然一阵,抽集在了季天晓的身上。 轰,一声爆响,将全场众人吓了一跳,紧接着他们只见到,季天晓的身形,如同离弦之剑,被轰飞到了猝食杖开外,将地面撞得一片坍塌。 这,全场众人都吓呆住了,这个季天晓啊,他怎么被打飞了? 那远处的范宇,呼吸一致,他当然清楚,季天晓是被秦南击飞的。 这个秦南,修为如此恐怖,李居然敢撞飞我,我要你的命。 众目睽睽之下被撞飞,季天晓只感觉脸如红烧,当下怒从兴起,爆发气势,准备杀来。 干什么,一声大喝,普悟得在天空炸开,赫然是季无名。 爹,季天晓身躯一颤,他对自己父亲,还是颇为畏惧的。 给我老老实实待着,季无名狠狠瞪了他一眼,随后向秦南投去了一个歉意的眼神,看到秦南面色平静,他这才松了口气,望向众人,朗声道,碧原洞天,一年开启一次。 请进入碧原洞天的十位天骄,好好努力,争取为第九层争夺荣耀。 现在,开启碧原洞天,季无名说着,他手中多出了一块令牌,这块令牌,呈现龙形,里面散发着无比可怕的力量。 第九层,听我令,开洞天,季无名一声爆喝,将那一缕尊者之力,打入了令牌之中。 轰,突然之间,那南街上面,一座座宫殿摊陷下去,出现了一个有着足足方圆百米的黑洞, 在其中闪耀着绿色的光芒,还吹出了一股清新的尾风。 走,寄天小剑倒着一幕,自知不好在发作,和那范宇对视了一眼,掏出了一枚令牌,身形冲出。 秦南大哥,我们也走,范馨如瞪了他们两人一眼,带着秦南,一起跳入了黑洞之中, 在他们两人的后面,另外六位天骄,也连续进来。 秦南刚刚进来,就发现眼前的世界,浑然一变。 只见到大洞之中,出现了一片纯净的无比绿光,这些绿光,从黑洞深处散发而来。 那是,秦南运转战神左瞳,直接看去,这一看之下,神情微微一震。 原来这些绿光,乃是一块巨大的绿色水晶散发而出,这块绿色水晶,呈现了方形,有着足足方圆一里之大,像是一个水晶道场。 在那绿色水晶之下,还有着一门大阵,不断运转,与整的第九层的气息,连接一起。 土鳖,范宇和祭天晓,都是冷笑一声,身形一动,落入了那绿色水晶上。 盘歇而坐,在他们两人的背后,三道金光,同时闪耀而起。 五魂悬浮,爆发出来了可怕的犀利,从那绿色水晶之中,不断吸走能量。 另外的六位天骄见死,连忙释放五魂,都是玄疾九瓶以上的存在,落在了那水晶上,迅速吸收。 秦南大哥,不要理他们,这是碧原金石,乃是我们第九层气灵凝聚出来的精华之力,吸那进去,对修行有着极大的好处,我们也快去修行吧。 饭心如一边说着,一边落在了那水晶上,将自己的地级一瓶五魂释放出来,开始吸收。 这碧原洞天,一年才开洗一次,每次三天,所以时间非常珍贵。 气灵马,秦南运转战神佐童,立刻看到,在那第九层的深处,有着一尊庞然大物,正在沉睡着。 这庞然大物身上,正不断释放着力量,通过阵法,输送到了这碧原水晶上。 我来试试,秦南大步一踏,没有释放五魂,直接盘膝而坐,吸入了一缕碧原水晶之力。 这缕力量,进入秦南的体内,就沿着经脉,流淌到了战神原因上。 战神原因唯唯一颤,那散发出来的紫光,更加浓郁,仿佛欢喜无比。 有用,秦南脸色一喜,当下打定主意,既然能够提升原因的话,那他就直接释放五魂,狠狠吸收。 突然,就在此时,嗖嗖两道破空声响,竟然是既天晓和饭笑。 他们两人的身形,一左一右,呈现了夹击之势,在他们背后,两大地级三平五魂,爆发出来了可怕的犀利,将秦南的身形彻底笼罩。 你们别太过分,范馨如见到这一幕,脸色彻底怒了。 这两个家伙,分明就是要利用五魂,镇压秦南,减低秦南的吸收速度。 嘿嘿,你不是厉害嘛,让我们来看看,到底谁的五魂更厉害。 既天晓冷笑一声,实力强劲又如何,他可是地级三平五魂,这个下狱之人,岂能比你。 我说了,你让我成功记住了,范馨也是冷冷道,范馨如爆发修为,迅速冲来,然而他的五魂,只是地级一品,范馨和既天晓,随便一招,就让他前进不得。 另外六名天骄,看到这一幕,摇了摇头,这个下狱之人,也是可怜,毕元洞天一年只开启一次,如今遭到两大天骄压制,这次机会想必就白白浪费了。 通过五魂向我施压麻,情男嘴角勾起了模糊度,下一刻,他的气势,浑然一变,在他的背后,一道又一道的金光,闪耀而起。 战神之魂,释放,第502章气灵咆哮,六道金光,悬浮背后,闪耀无比,战神之魂,长达百丈,拔地而起,宛如一尊俱山,降临这壁元金时尚,散发出来了无尽的威压,冲荡而出。 这是,既天晓和范宇,还有范心如和那六位天骄,全部都蒙了。 六道金光,地级六品武魂,这开什么玩笑,这可是地级六品武魂啊,放眼整个上玉东周,都可以称之为顶尖天才。 这得来自下玉的人,居然有着如此可怕的武魂。 武魂镇压,秦南力声一喝,战神之魂在突破地级五品的时候,觉醒了一门能力,就是同级之间,所有的武魂,在战神之魂面前,必须臣服,必须丧失能力,必须被镇压,不得反抗。 既天晓和范宇,不过地级三品武魂,战神之魂将他们的武魂镇压,自然是一如反掌。 啊,啊,两道惨叫声,顿时响彻起来,只见到既天晓和范宇背后的武魂,匍匐在地,毫无威严,瑟瑟发抖,身上散发出来的那三道金光,都变得暗淡无比,好像整个武魂,即将破碎一样。 你,你,你,这一刻,两大天骄看着秦楠的眼神,彻底恐惧起来。 因为他们发现,自己的武魂,好像与自己失去了联系一样,无论怎样沟通,都没有任何反应。 哪怕秦楠是第级六品武魂,也不会有这么可怕的能力吧? 我现在问你们,我们的武魂,到底谁厉害? 秦楠冷漠开口,这两个家伙,初次见面,就对他叫嚣,还想靠武魂镇压他,真当他是好欺负的麻。 既天晓和范宇张了张嘴,根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 他们是第九成两大天骄又如何,秦楠来自下狱又如何,他们两个根本无法与之相比,差距犹如天地。 以后做人低调点,秦楠毫不客气将他们两个的话,奉还回去,随后根本不想再多看一样,所有的心神,全部都落在了战神之魂上。 给我吸收,秦楠沟通战神之魂,大声一喝,轰,只见从战神之魂中,喷发出来了一股可怕的犀利,笼罩在了纳碧原金石上,使得整块巨大的金石,都开始剧烈震战起来,蕴含在金石之中的一股股精纯之力,全部都被战神之魂,强行卷来。 轰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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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连窜的爆响声,由此炸开,那是因为,战神之魂吸收的速度,实在是太过可怕。 范馨如和那六名天骄,都是呆呆地看着这一幕,他们下意识地低头看去,这一看之下,再度吓了一大跳。 只见有着方圆一里之大的碧原金石,在这眨眼之间,竟然缩小了足足百分之一。 这百分之一是什么概念啊?他们全力吸收三天,才能吸走,而秦南只需要一个呼吸的时间,继续吸收,秦南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,全力爆发,那战神之魂,就好像是一尊太古昆鹏,饱翔在那海面上,张口一吸,如同龙吞巨兽,将那大海,全部卷走。 整个碧原金石,剧烈战动,力量被层层吸走。 一个呼吸,两个呼吸,三个呼吸,直到三十个呼吸的时候,整个碧原金石,被吸走了足足十分之三,连那金石散发出来的绿光,都变得暗淡下来。 这,范馨如和那六名天骄,完全不知道该用何等言语形容。 这哪里是吸收啊?这根本就是一场可怕的掠夺。 嗡,就在这一刻,那碧原金石的下方,响起来了一道咆哮声,原来是那座大阵,察觉到碧原金石的力量,迅速流失之后,自主运转开来,连接第九层的气灵,从气灵的身上,汲取力量,补充碧原金石。 好样的,秦南眼睛一亮,他当时观察气灵,就有了这个猜测,所以才敢放开全力吸收。 轰,轰,轰,然而,饶式大阵触发,迅速补充着,整个碧原金石,在六十个呼吸之后,也缩小了足足一半,根本无法挡住秦南这股可怕的吸收之力。 我们,范馨如和另外六名天骄回过神来,连忙催动武魂,吸收碧原金石,紧接着他们脸上都露出了嘶苦笑。 碧原金石,已经达到了承受吸收之力的极限,他们根本无法吸收。 吼,然而,就在这一刻,一道惊天剧吼声,在整个第九层上空,突然炸开。 原来是那沉睡之中的气灵,在察觉到身上的力量,剧烈流逝之后,都被惊醒过来,睁开了一双眼睛,从那第九层的底部,看向了秦南。 这一看之下,他的瞳孔狠狠一缩,帝集六瓶五魂,该死,帝九层的人居然让这样的人来吸收碧原金石。 要知道,在以前的时候,碧原洞天一年开启一次,每次只有三天,就是为了防止一些惊艳卓绝的天才,将碧原金石吸走大半,对他造成伤害。 吼,吼,吼,气灵愤怒起来,身形不断挣扎,发出了一声声巨吼。 这一刹那,整个第九层,所有的修士们,全部都被这一幕,给彻底惊呆了。 发生什么事了,气灵好像发疯了,好端端的气灵怎么发疯了啊,好像波动从南街那边传来的,我们赶紧去看看。 刹那之间,无数的强者,纷纷赶往南街。 此时此刻,由于第九层气灵的震动,那街道上无数的宫殿,都受到了影响,不断抖动起来,整个城池,都彻底混乱。 既吴明和范豪,也被这一幕,给彻底惊动,连忙赶来。 妙同窥玄,范豪立合一声,施展一门铜树,低头看下,这一看之下,他的脸色瞬间就绿了。 这下大意了,他们只为了考虑怎么留下秦南,完全忽略了对方的武魂。 给我开,既吴明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,脸色变得难看无比,迅速催动成主令,将那碧人洞天给打开。 刚刚打开,全场所有的修士,都分明感受到,从那黑洞之中,一股可怕的威压,像是一场太古洪荒,汹涌而出,使得他们的灵魂,瞬间站立。 第503章无花果,是魂火,这是什么,这些修士,修为都达到了五宗,甚至是五皇,精力丰富。 然而他们这还是第一次遇见,一股气息让他们的灵魂都站立。 父亲,快阻止他,他是第级六瓶武魂,会将整个碧原洞天吸光啊。 就在这时,范玉合计天晓的身影,从那黑洞中冲出,像是看到了希望,迅速开口。 此言一出,不雅于晴天霹雳,那些强者的脸上,都浮现出来了浓浓的震撼之色。 第级六瓶武魂,那个下狱之人,居然如此强悍,快让他给我住手。 就在这一刻,一道愤怒的喝声,响彻起来,赫然是第九城的气灵。 如果再任由秦南吸收下去,他恐怕要损耗至少五分之一的力量。 既无名和范宇的脸色,瞬间阴沉下来,如今闹到了这一步,他们自然不能阻止秦南,否则的话,秦南定然会离开第九城,进入天险山脉修行。 眼前这个局势,他们也只能硬着头皮处理。 气灵前辈,稍安勿躁,此人是我们第九城的希望,只要你忍耐三天,忍耐三天就足够了。 到时候我给你准备,范豪深吸了口气,连忙开口,安抚气灵。 气灵当下怒吼连连,没想到这两个家后,居然不管不顾,直到最后,他也无奈起来,那个人类通过必然精实修炼,他根本无法攻击,也只能接受范豪的提议。 四周的修饰,都明白过来,脸色一变,开始嚷嚷。 城主,这是什么意思啊?被他吸走这么多,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第九城。 就是,要让他速速出来,不能再他吸了。 要知道,第九城各大宫殿,各大店铺,各大修炼场所,都是靠着气灵在支撑着。 如果气灵受到了损耗,他们能够获得的资源,也就大大降低。 范羽和祭天小见到这一幕,下意识一喜,只要不让秦南修炼,他们就很开心。 都给我闭嘴,既无名利声报喝,碧云洞天打开,就必须要达到三天,哪里有中途停止的道理。 如果有意见,到城主府来找我,范豪眼神也冰冷下来,父亲,范羽和祭天小愣住了,其他强者也愣住了,没想到两大强者,为了偏袒秦南,如此不管不顾,一时之间,他们也不好继续开口了。 毕竟同时得罪两大强者,后果他们承担不起,他们哪里知道,范天小和饭豪现在心里在滴血。 气灵受创,他们两大家族,首当其冲,损失最为巨大。 更关键的是,气灵对他们有意见的话,以后对他们两大家族,肯定不会配合。 只有三天,只需要三天,就能秦的秦南,获得他身上的一切。 祭天小和饭豪咬着牙,为了变强,现在一切的付出,都是值得的。 接下来,风波结束,碧园洞天内,范欣如和六位天骄,全部都离开了,因为他们在继续待着,也没有了任何意义。 喜刷原因,秦南大贺一生,引导着那源源不断,磅驳浩瀚的碧园之力,融入原因之中。 整颗战神原因,闪耀的光芒,更加剧烈,那紫色光芒凝聚的铠甲,变得更加真实。 不行,哪怕吸收三天,战神原因,还是无法圆满。 秦南眉头一皱,下一刻,他掏出了两件东西。 这其中一件,赫然就是问道老祖等人垂涎三尺的是魂火。 还有另外一物,是一颗巴掌大小的果实,通体碧蓝之色,上面交织着种种纹路,其中蕴含着无比庞大的力量。 这颗果实,名为无花果,吞浮下去,可以增加百年寿命,增加十年修为,乃是天地一宝。 这七件质宝里面,两件防御之戏,一把大枪,还有遮天草重生令,遮天草还可以服用,但是三大势力都对这个遮天草趋之若鹜,必然有所大用,暂时就不服用了。 秦南思索半晌,打定主意,就将无花果和氏魂火服用下去。 他毫不犹豫,张开大口,两样至宝,同时吞入口中。 这若是让一些日籍炼丹大师看到了,定然会骑得吐血三生,无花果这等一宝,唯有配合单方炼制,才能发挥最大功效,秦南这样吞浮,简直是暴舔天物。 轰,轰,无花果化作磅驳力量,流入战神原因之中,整颗原因,剧烈阵战。 那时魂火,则流入了秦南的体内,与那凤凰之火,纠缠起来,两股火焰好像谁也不服谁,率先大战起来。 秦南依新二用,调动星空雷霆,镇压两股力量,一边引导无花果之力,融入原因。 时间缓缓流逝,一晃便是三天,在这三天之中,整个第九城,都变得暗淡下来,那一座座的宫殿,都毫无光彩,并且还时常发生爆炸。 原因是一些防御大阵,没有了灵气支撑,碎裂开来。 泛豪合计无名,万万没想到,伤害会如此严重,不过两人为了秦南身上的秘密,压下了一切反对的声音,甚至还亲自出手,斩杀了三位武皇进强者,这才让事情彻底平息下来。 此时此刻,碧云洞天内,轰,秦南体内的试魂火,和凤凰之火,经过三天的厮杀谋合,彻底融入一体,化作了一抹幽暗的火焰。 这股火焰,可以焚烧灵魂,也具备了强大的焚烧之力。凤凰火和试魂火的特性,合二为一。 新的火焰诞生,自然带来了磅礴的灵气,一并灌入了战神元音之中。战神元音吸纳了无花果,火焰之力,碧云之力,在这一刻,发出了砰的一声巨响,那覆盖全身的紫色铠甲,终于凝成。 砰,战神元音之上,仿佛炸开了一股神秘的力量,这股力量,垂落而下,落在了元音的眉心之上,缓缓扭曲,形成了一个战字。 当战字最后一笔勾勒而出的刹那,秦南一身的气息,瞬间攀至了巅峰。 嗡嗡嗡,四面八方的天地之力,仿佛感受到了什么,开始沸腾起来。 那战神元音,仿佛具备了灵智,唯唯仰头,看向虚空,爆发出来了一阵神秘犀利。 终于圆满,终于要杜结了,秦南脸色一喜,与此同时,那范家,记家之中,范豪和记无名的脸, 脸色,也是骤然大喜。 老祖,马上要到了,第504章老祖降临,战时还不能突破,否则的话,整个第九城,都会灰飞烟灭。 秦南动用新神,将战神元音镇压下去,上次他杜结,引来了三重雷结, 连有着百分之一修为的死亡大帝,都差点被强行轰杀。 如今他的战神元音,若是引来雷结,自然更加可怕。 这几日,多谢了,秦南站起身来,看着只剩十分之一的碧原水晶,拱手说道。 第九城深处的气铃,看到他的举动,神色大喜。 这个家伙,终于要走了,轰,只听一声爆响,秦南的头顶之上,缓缓拉开了一道巨大缺口,光亮从外面透露进来。 秦南脚步一踏,身形冲出,立刻看到了范豪和记无名,他没有任何废话,迅速拱手道。 两位前辈,我现在要突破了,所以我的前往天险山脉一趟,等我渡劫成功,再返回第九城,参加凤凰迎选拔大赛。 要突破了,范豪和记无名,目光都下意识落在了秦南身上,他们两人都感觉到,秦南的气息,似乎要比之前,更加可怕。 秦南,先别急着走,等一下凤凰迎的一位考核官,将会提前到来,我要带你去见一面,你先将体内的气息给镇压。 范豪目光一动,缓缓说道,既无名在一旁,也是点了点头,其实这番话,根本就是范豪瞎编的。 凤凤凰迎做事一向严谨,岂会提前到来,他只不过是用这个理由,拖住秦南而已。 只要拖住秦南医会,那他们的计划,就彻底告成。 这样啊,秦南沉吟一声,看了一眼战神原因的状态,道,两位前辈,我还能带三个时辰,如果三个时辰,那位考核官还不来,我就必须要走了,否则的话,整个第九城都会遭殃。 这番话,自然不是恐吓,范豪合计无名眼中,却是露出了一丝不懈。 理不过是杜杰,第九城都会遭殃,开什么玩笑,第九城可是圣道之气,并且在这第九城内,还有着无数修士。 当然了,这种情绪,他们不会表现出来,现在的首要任务,就是将秦南带回范家。 在两人的带领下,秦南回到了范家之中,在途中的时候,他还遇到了范宇,只不过这范宇,毫无息日的高傲之戏,看到秦南,连忙躲闪。 范豪带着秦南来到了家主大殿,范心如闻讯而来,神色兴奋,左一言右一语,不断和秦南闲聊着。 这到底怎么回事,秦南微微皱了皱眉,他总感觉今天的范豪合计无名,实在是太古怪了,只是这种古怪,他又说不出来在哪里。 此时此刻,他体内的战神元英,发出了一道道的轰鸣声,好像正在告诉秦南,他要突破。 时间缓缓流逝,两个时辰,一晃而过,秦南额头上,浮现了一层冷汗,战神元英的反抗,已经越来越大,他镇压起来,更为耗费心神。 两位前辈,那位考核官,到底还要多久过来?秦南忍不住问道,快了快了,范豪白首夫眼道,只是他话音刚落,他合计无名腰间的令牌,同时微微一颤,两人神事叹入其中, 嘴角忍不住荡开了抹狂喜之意。来了,老祖终于到了,秦南,考核官来了,犯豪强忍住这股喜意,故作镇定,开口说道,是麻,秦南点了点头,如果这个时候来的话,那么他还能再坚持一个时辰。 然而,就在这时,一遍徒生,一道人影,带着狂暴的气势,狠狠冲来,口中发出了一声吏喝,秦南,快走,他们是要害你。 秦南抬头看去,立刻愣住,这来人竟然是昔日一起参加青龙圣地弟子选拔大赛的交折。 只是如今的交折,完全不同,一身修为达到了五皇进五重的地步,一举一动,都带着骨刚正不阿的气息。 交盟主,你胡说什么,既无名刷地站起身来,身上气势,滚滚爆发。 交折钉向秦南,语速飞快,道,现在四大势力在追杀你。 整个上域东周都知道了,只要将你的消息告诉四大势力,就能成为问道老祖的弟子,还能获得四见圣道之气。 范豪和既无名都认出了你,他们没告诉四大势力,是想要把你抓住。 给我住嘴,既无名彻底发飙,一身气势,滚滚冲洗,带着恐怖神威,朝着娇者杀去。 娇者身上闪烁起来无数的宝光,笼罩着他的身形,使之速度倍增,立刻将这杀招,直接逃过。 整个大殿内,秦南和范欣如都是愣住了。 这是一个阴谋,秦南带着一丝错愕,他根本不曾想到,这一切都是阴谋。 不过,娇者这个人,他非常清楚,公正公义,绝对不会乱说。 在联想到这一路上,范豪合计无名对他的态度,确实充满了蹊跷。 爹,这一切难道都是,范欣如如遭雷疾,原本他认为范豪对秦南这么好,是看在秦南救了他性命的份上,根本不曾想到,这一切都是假的。 只是他的话还没说完,秦南刷得站起身来,从他身上,冲起了一股恐怖的气势,一双眼睛之中,用起了抹冰冷之色,喝道,这一切都是在算计我。 这一声大喝,宛如炸雷,整个家主大殿,被震得轰轰作响,范豪合计无名两人眼中,都露出了一丝惊骇,这三天时间,秦南的修为,提升得根本不是半点啊,光是这一声大喝,就让他们心惊胆战。 秦南,别再追究,赶快走,他们两大势力的老祖,马上就要到了。 骄着一身大喝,口吐光芒,化作大手,将秦南抓住,脚步一踏,施展一门古老玄弓,就要带着秦南离开此处。 然而,就在这时,一变再生,只见,整座第九城的上空,轰得两道暴响声炸开,那一片平静的虚空,骤然出现了两个漆黑大洞。 从那漆黑大洞之中,冲出了两道身影,这两道身影,都带着恐怖的尊者威压。 来人,赫然是范家老祖,即家老祖。 第505章再起惊变,怎么回事,怎么尊者降临了,呲,那是范家老祖,还有即家老祖。 他们居然一同回来了,什么,这两位老祖不是前去白虎城了吗,今天怎么一起回来了? 难道第九城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,走,过去看看,整个第九城,在这短短一瞬间,彻底沸腾起来。 范家和即家,能够屹立于第九城不倒,就是因为这两位老祖的存在,只不过这两位老祖,一向神龙见首不见尾,如今一起出现,更是难得。 范家老祖和即家老祖对视一眼,大步一垮,身形降临在了范家上方。 范家大大小小的弟子,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,弄得满脸震撼,他们至少好几年没有见到两位老祖同时出现。 上次出现,还是第九城遭遇受潮,围在旦夕。 此时此刻,范家家驻大殿之中,不好,娇者脸色一变,现在一切都晚了,两位老祖降临了。 秦南目光一鸣,抬起头来,朝着虚空看去,立刻看到了两位老祖。 尊者二重,尊者三重,秦南眼中闪过了抹寒光,他现在终于明白过来,所谓的凤凰银考核观,根本就是范豪和即无名的说辞,只是为了拖住他的身形,等待老祖降临。 哈哈哈哈,这一刻,范豪发出了惊人大笑,笑声之中,带着一丝轻蔑,道,秦南,你现在明白了吧? 所有的一切,都是阴谋,都是我在欺骗你。 既无名看向秦南的眼神,也充满了冷漠,道,老祖到来,大局已定,秦南,你要是事项一点,就乖乖给我交出你身上的东西,否则的话,就别怪我们老祖无情。 这两人的变脸速度,堪称一绝,上一刻还在和秦南谈笑风生,现在就彻底翻脸。 赤马,秦南嘴角浮起了魔冷笑,这次的事情,他确实没有想到,只不过这范豪合计无名还真认为,光靠两位尊者,就能够将他彻底擒拿。 哄,就在这时,秦南的体内,响起了一道爆炸之声,一种燥热的风,从他毛孔之中,狠狠吹出,瞬间刮动了整个大殿。 这是战神原因,在反抗秦南的心神镇压,想要肚解。 父亲,你们,你们怎么可以这样,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啊。 范心如一双美目,剧烈地战斗起来,什么狗屁救命恩人,只要得到他,我们范家必然一飞冲天,范豪嘴角露出了丝不屑,不过是救了他女儿一条命而已,比起范家的前途,根本就差远了。 哄,就在这时,一声巨响,轰然炸开,原来是那范家老祖,直接出手,一巴掌将整个家主大殿的垫顶,直接拍飞。 两位老祖的目光,俯瞰而下,缓缓道,你就是秦南。 这短短五字,好似惊雷一般,在整个范家爆开。 这一刹那,范家弟子,还有闻讯赶来的各大强者们,无不愕然。 秦南,怎么和秦南扯上关系了,我就是,秦南脸色淡然,没有丝毫惧怕,跪下,即家老祖脾气火爆,率先发飙,看向秦南的眼神,像是看着蝼蚁。 从他的身上,那尊者三重的修为,彻底爆发,犹如一座大山,狠狠镇压在了整个大殿上。 胶折的脸色,皱然长得通红,身形都在站立。 然而,秦南脸色没有任何变化,反而嘴角露出了丝旦笑。 想让他跪下,就靠尊者威压,哪怕是死亡大帝,问到老祖等人,都无法让他跪下。 范家老祖和计家老祖眼中,都闪过了一丝一色,此子果然不凡。 不过,再怎么不凡,也挡不住他们的决心。 把东西交出来,今天饶你不死。 范家老祖一声力喝,四面八方的范家弟子,其他修士们,都是目瞪口呆。 两大老祖到来,竟是找秦南要东西。 那这东西,将是何等可怕啊? 唯有范鱼等人,眼中露出了抹喜色。 两大老祖,心自出手,收拾秦南,秦南再怎么添交,那也没有任何作用。 范豪和计无名的身形,都是生疼而起,落在了两大老祖身边,冷笑地看着秦南。 交出东西,我不知道你们要什么,秦南摇头说道,他话说到一半,从他体内,那股燥热的风,更加狂躁,甚至还有一丝丝的雷光,在他毛孔口上,闪耀出来。 嗯,雷杰,范家老祖和计家老祖,立刻看出了端倪。 既然你不愿意交出来,那我们就直接动手了。 范家老祖和计家老祖,只是愣了一下,很快反应过来,两人的身形,冲起来了滔天气势,震动整个范家,尊者之力运转,朝着秦南杀来。 懒着,秦南突然一声爆喝,两大老祖的身形一停,嘴角浮起了抹淡笑,看来这个家伙,还是很明实物啊。 范豪和计无名眼中也露出了一丝嘲讽,刚才秦南面对他们两个,毫不配合,现在两大老祖出手,就知道害怕了。 所谓地级六平五魂天骄,也不过如此。 只见到,秦南深吸了口气,神色严肃,语气正重,声音像是雷霆一般,响动整个地九城,落入无数人耳中。 两大老祖,看在你们范家,既家让我进入碧原洞天的份上,我在这里劝你们一句,你们最好不要动手,主动退去,否则的话,整个地九城,都要覆灭。 此话一出,两大老祖等等人,全部都呆住了,第九城,都要覆灭,开什么玩笑,与此同时,第九城,两万里之外,嗖嗖嗖,三道伟岸的身影,在那虚空之中,不断闪动,他们所过之处,虚空全部坍塌,他们身上展现出来的气势,更要比范家既家两位老祖,更为可怕。 这三人的方向,竟然是第九城,嘖嘖,这几年,第九城都没什么添交,真搞不懂我们提前来这个地方干什么。 这三道身影其中一人,淡淡开口,语气之中,带着一丝不屑。 如果秦南在此,定然能够认出,此人竟然是坟天谷国舅皇子宋玉。 至于他身边的两个人,都是一身白袍,在那白袍中央,有着一尊张开双翼的血色凤凰。 凤凰迎,提前到来,第506章雷结证二组,此时此刻,第九城,什么,覆灭第九城,这个秦南疯了吧,还想覆灭我们第九城,简直是狂妄,那第九城中的修士们,脸上都是浮现出了抹不屑。 要知道,他们第九城乃是圣道之戏,还有如此之多的修士,想要全部覆灭,至少是尊者巅峰的强者,才能够做到。 区区秦南,岂能媲美尊者巅峰,范家,家主大殿,两大老祖,范豪和姬无名,都还处于愣神之中,他们这几人,都有点怀疑,是不是自己听错了。 眼前的局势,已经如此明显,秦南哪来的底气,如此狂妄,好一个覆灭我们第九城,那我今天倒要看看,你怎么来覆灭,范家老祖脸上露出了抹怒意,大手伸出,从他手掌心上,荡开了一抹抹的纹路,眨眼之间,化作大阵,笼罩秦南的上方。 五塔镇黄,范家老祖一声力喝,大战上方,五尊巨塔,演化而成,狠狠镇压在了秦南身上。 轰,秦南一身的气息,在这五塔之下,都被彻底镇住,就好像是给他上了一道道枷锁,令得他肉身无法动弹,体内的原因之力,也无法运转。 哈哈哈哈,秦南,这就是你覆灭第九城的能耐。范豪和继无名剑道这一幕,都忍不住发出了一道大笑声。 这个秦南,实在是有意思,临死之际,都还敢口出狂言。 打妖鞭,范家老祖大手一挥,从他手掌心上,演化出来了一道神秘长鞭,长鞭上交织着一道道纹路,还凸起了一道道的尖刺,尖刺发黑,闪烁着阴冷光芒。 嘿嘿,秦南,我知道你不会这么乖乖屈服,既然这样的话,我就让你领教领教打妖鞭的厉害。 另外,上次一位尊者一众,硬生生被折磨成了疯子,继家老祖的脸上,露出了莫宁笑。 打妖鞭乃是一剑一宝,抽打在人的身上,会让人感觉被一头头的妖兽,撕咬肉身。 继家老祖非常有信心,在这打妖鞭下,秦南连一炷香的时间都无法支持,就会屈服。 嗖,继家老祖手腕一抖,那打妖鞭携带着恐怖力量,隔空抽下。 不要,范心如看到这一幕,脸色惨白,胶着头发根根树立,大步一踏,想要救援。 然而范豪合计无名,早就注意到了他的动作,眼神一寒,半步尊者的威压,滚滚冲出。 秦南,你也有今天,哈哈,这时,一道大笑声响彻起来,赫然是范宇。 范宇听到这边的异动之后,和大部分的范家弟子,都是迅速赶来,他们刚刚赶来,就看到了被镇压的秦南。 这一刹那,范宇心神愉悦至极,虽然他不知道,两大老祖和两大势力,为什么要对付秦南,但是他看到秦南被镇压,即将受刑,他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爽感。 谁让这个秦南,在碧原洞天的时候,对他那般羞辱?很好,看在昔日的情分上,我好心劝你们,你们不听,现在还想折磨我,既然这样的话,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。 秦南嘴角浮现了魔冷笑,没有任何迟疑,镇压战神原因的心神,瞬间抽走。 轰,刹那间,一变奏声,战神原因爆发出来了强烈的犀利,冲入了那天地之中,只见到秦南头顶上方,方圆三百里的天空,无数的天地之力,汇聚而来,化作了一片巨大的乌云,使得四面八方,都变得阴暗下来,散发出来了古城们的气势。 这是,既家劳族手中动作一将,和范家劳族等人,齐齐抬头,朝着天空看去。 第九城的其他修士,也看到了这一幕,这是怎么回事,天地雷劫,这难道是天地雷劫?没搞错吧,这可是三百里啊,三百里的雷劫,噤声尊者都没这么恐怖啊,一道道震惊的声音,在整个第九城内,不断响彻起来。 难道是他,既家劳族和范家劳族,还有范豪,既无名等人,在这震撼之际,脑海中冒出了一个想法,齐齐朝着秦南看去。 这一看之下,他们都不经到吸了口冷气。 纳乌塔镇黄大镇,不知何时,早已被撞成了粉碎,从秦南的身上,散发出来了一股股可怕的气息。 这三百里雷云,是此次的雷劫,没想到,你居然引发了三百里的雷劫,不过这三百里的雷劫,想要覆灭整个第九城,简直是痴人做梦。 哪怕是我们两大尊者,你都无法杀死。 秦南,你就任命吧,继家劳族回过神来,抱贺一声,手中的打腰鞭,幻化成数千道鞭影,笼罩秦南。 范家劳族大吼一声,尊者之力,不断运转,打出了一道道的阵法,笼罩整个范家,他竟然是想要将整个雷劫之力,彻底抗下。 任命,三百里,抱歉,这一切,才刚刚开始,最后一个字音落下,秦南身上的气势,陡然爆发开来,直冲天地。 在整个第九城的目光之下,他们只见到,那三百里的雷劫,像是受到了某种刺激一样,朝着四周疯狂蔓延。 三百五十里,四百里,直到六百里的时候,才彻底停止下来,那庞大的乌云,笼罩下来了无数的黑暗,从那其中,透露出来了一股股无比惊人的气息。 吼,这一刹那,第九城的气灵,都被这股可怕的雷劫气息,给朕醒过来,发出了一声声咆哮。 这怎么会,继家劳组和范家劳组,范豪继无名等人,看到眼前这一幕,眼中都涌起了一抹骇然。 六百里雷劫啊,他们身为尊者,从来都没见到过如此强悍的雷劫。 雷劫将,秦南口中,缓缓吐出了三个字眼,轰,轰,轰,那长达六百里的乌云之中,闪烁起来了无穷的雷光,好像是洪水泻渣一般,狂轰而来, 率先将范家劳组,继家劳组等人的身形,全部淹没进去。 可怕的雷霆气息,瞬间激荡整座第九城。 第507章仇人见面,糟糕,不好,范家劳组和继家劳组,脸色大变,体内的尊者之力,急剧运转,打出了一道道的防御法宝,化作各种各样的光芒,将众人笼罩起来。 然而,饶是他们两大尊者在此,面对这六百里的雷劫之威,也是远远不够。 轰,轰,轰,无数的雷霆,倾泻而下,将两大老祖等人的气息,劈得连连吓掉。 这一刻,整个第九城,都彻底震撼了。 六百里雷劫,嘶,此子到底是什么怪物啊,连两大老祖都被打得无法反抗,这些修士们,心中升起了无数的寒意,不敢有任何的不屑。 秦南的强悍,完全超乎了他们的想象。 这,娇着一时之间,也是说不出话来,他原本担心秦南的安危,没想到世间之事,如此巧妙,秦南的雷劫降临了,并且是如此强大的雷劫。 这样一来,秦南不仅杜劫没有任何问题,范家劳祖等人,纵然不死,也会被重创。 娇着目光下意识看向秦南,秦南的脸上,没有丝毫愉悦,反而无比凝重。 嗯,娇着微微一愣,秦南怎么会如此凝重? 秦南压根看都没看两大老祖等人一眼,他现在的全部心神,全部都聚集在了战神原因上。 战神原因还没有完全释放,就已经招来了六百里的雷霆,如果说完全释放的话,那将何等的可怕? 秦南那么比清晰感觉到,战神原因,恐怕只释放了不足三分之一的力量。 不行,这地九城,至少有着促万修士,这些修士和我没有任何瓜葛,这两大家族纵然可恨,但也不能将这些无辜的人,牵连进来。 秦南深吸了口气,连忙收敛心神,镇压战神原因。 秦南的性格,一直以来,都是别人惹他,他必然报仇。 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,他都不会有任何退缩。 或许在其他人看来,他很狂妄,沙发果断,是一个冰冷的筷子手。 其实不然,和他无冤无仇的话,秦南不会动别人一根毫毛。 秦南,速速助手。 秦南,我们错了,绝对不会再对你出手了。 即家劳组和范家劳组急切的喝声,在那雷云之中,响彻起来。 短短几十个呼吸之间,他们被这可怕的雷霆,撞击得连连败退。 如果持续下去的话,他们整个范家,还有他们所有人,都会遭到重创。 所以,两大佬组在这一刻,都不惜低下头颅求饶。 现在知错了,秦南冷笑一声,刚开始的时候,这些人是何等嚣张? 轰,秦南体内的战神原因,开始剧烈挣扎起来,挣扎的强度,变得越来越猛烈,险些将秦南的心神,都给震垮。 看在第九层修饰的份上,这次就不跟你们计较。 秦南丢下一句话,大步一踏,展现出来了全力速度,朝着那地九层外飞去。 在飞行过程之中,他眼神瞥了一眼泛雨,很快又收回了眼神,后者顿时如遭雷击,脸色一片惨白,身形忍不住发抖。 他一移动,天空上的六百里雷结,也随之移动,那漫天的雷霆,朝着秦南狠狠劈来,秦南身上涌起无数的星空之雷, 将这些雷霆之力,全部挡住。 呼,范家老祖,即家老祖,范豪既无名,见到秦南真的撤走了雷结,不禁松了口气,脸上露出了抹心有余悸。 这雷结之力,实在是太可怕了,不能就这么白白放过他,我们将他的消息,传给问道山,这样的话,我们还能获得巨大奖励。 范豪瞬间回过神来,脸色阴沉无比,他耗费了这么大的心血,最后还是没有得到秦南,如今岂能白白放秦南离开。 眼下也只有这样了,范家老祖和继家老祖,都是点头说道,焦折站在一边,看着这一幕,心中唯唯一叹,他不知道秦南为什么要放过他们,这些人唯利是图,根本不会有任何感激。 当然了,如果焦折知道秦南继续留在第九层的后果,他定然会选择沉默。 然而,就在这时,一变土生,西欧,从那远处天空之中,一缕光芒,携带着可怕的微能,冲破层层云雾,在那第九层的上空炸开。 无数的血盲,闪耀而起,凝聚成了一头巨大的血色凤凰身影。 凤凰山洞翅膀,朝着天空,发出了一声嘹亮鸣叫,随即消失不见。 看到这一幕,范家老祖和继家老祖,还有整个第九层的人,全部都呆住了。 这个图案,不是凤凰营的人麻,难道是说,凤凰营的人,提前到了,嗖嗖嗖,过了十几个呼吸的时间,几道强悍的身影,跨越虚空,降临在了第九层上。 这几个人,赫然是九皇子宋玉,还有凤凰营的考核官。 怎么回事,凤凰营到来了,居然没有迎接,宋玉朝着下方扫了一眼,发现整个第九层,都有点乱,当下眉头一皱。 那是什么,有人晋级尊者吗? 在宋玉的身边,一位凤凰营的考核官,抬起头来,眉头为皱。 宋玉也抬头看去,只见到一尊身影,在他们的前方,迅速移动,在这尊身影的头顶上,那雷姐也随之移动。 片刻之间,这身影已经冲出了第九层,急速飞走。 这个身影怎么有点熟悉,宋玉唯唯一愣,就在这时,在他们三人的下方,一道喝声响彻起来,赫然是范家老祖,九皇子。 九皇子,那个人是秦南,他是秦南,秦南,宋玉和凤凰营考核官,都齐齐一愣,紧接着,脸色勃然一变。 秦南,秦南居然出现在第九层了,该死,所有人给我听令,给我拦下秦南。 宋玉不愧围九皇子,迅速反应过来,发出了一声大吼。 秦南,休想逃走,一位凤凰营的考核官,眼神之中,射出了两道神光,一身尊者巅峰的气息,彻底爆发而出。 整个第九层,再度震动,第508章警告无效,第九层的全部散修,看到天穷上的这一幕,都蒙住了。 秦南到底是什么身份,凤凰营的考核官,居然都要亲自动手,将之弃拿。 范家老祖,即家老祖等人,心思转得非常快,既然凤凰营提前到来的话,那么他们只能告知凤凰营消息,然后凤凰营会记上他们的功劳。 毕竟秦南的存在,是他们告诉凤凰营的。 嗯,刚刚飞出第九层的秦南,察觉到了什么,转身一看,瞳孔狠狠一缩。 九皇死,还有两位尊者巅峰,这种服饰,难道是凤凰营的人麻? 秦南脸上闪过了一抹惊诧,很快他反应过来,神色变得无比阴沉。 刚刚收拾了范家老祖等人,现在凤凰营的又来了,那事情就难办了。 不行,绝不能伤及整个第九层修士的生命。 秦南看着躁动无比的战神原因,咬了咬牙,催动体内的凤凰室魂火,星空之雷,将速度全力打开,朝着远处急速射去。 哪怕与凤凰营交战,也要远离第九层。 通龙,这一刻,秦南头顶上的虚空,骤然坍塌,一尊人影,从那虚空之中,直接跨出。 这尊人影,乃是一名中年男子,脸如刀削,从侧面看去,应勾比显得异常犀利, 再加上他那根根树立的头发,给人一种刚硬果断之感。 此人,就是此次凤凰营的考核官之一,名为孙毅,在整个焚天谷国之中,都有着赫赫威名。 秦南,没想到你居然敢来第九层,给我镇压。 孙毅眼中闪过了摩喜色,似大实力的悬赏,哪怕是他,都不得不心动,当下大手伸出,绽放出来了可怕的尊者之力,将秦南上方方圆一礼,全部笼罩,狠狠压下。 雷霆给我轰,秦南立声一喝,身形不退反径,朝着孙毅冲来。 天地雷杰跟随秦南一动,立刻发觉了孙毅的存在,那一道道的雷霆,疯狂批来,孙毅冷笑一声,身躯一阵,从他躯体之中,喷出了一缕缕光芒。 凡是雷霆靠近,都会自行湮灭,根本无法伤到孙毅一根汗毛。 这等雷霆,也想伤我,秦南,乖乖就范吧,孙毅冷笑一声,不好,秦南浑身汗毛炸开,这个孙毅,不愧是尊者巅峰。 体内的尊者之力,无比雄魂,远远不是问道老祖等人与之相比的。 翁,秦南体内的战神原因,就在这一刻,突破了一部分心神的封锁,爆发出来了一股股可怕的犀利,再度冲入天穷之中。 四面八方的气氛,变得更加压抑起来,嗯,孙毅眉毛一挑,朝着那天穷看去,这一看之下,饶是他也不禁微微变色。 只见到这长达方圆六百里的乌云雷结,朝着四方迅速蔓延,眨眼之间,就蔓延到了方圆一千二百里。 轰,轰,轰,乌云之中的雷霆,变得更加疯狂肆虐,一道道狠狠劈下,就连孙毅的身体,都被眨眼间吞没。 这,第九城之中的一位未修士,还有范家劳祖等等人物,看到眼前这一幕,无不呆滞。 一千两百里啊,这可是一千两百里啊,秦南他的雷结,居然如此可怕,我们走,宋玉脸色没有太多的变化,毕竟他见过秦南的三重雷结,眼前这一千两百里雷结,虽然强悍,但和三重雷结比起来,也只是伯仲之间。 宋玉身边的凤凰银考核官,一位白发老者,眼神微微闪了闪,点了点头,大手一伸,抓着宋玉,跨越虚空,降临在了秦南身边。 又一位尊者巅峰,秦南身躯一江,连呼吸都置住,现在战神元英,依然没有释放三分之一的力量,如果现在还不离开的话,那么等一下,他再也无法镇住战神元英。 神魔英,就在这一刻,在那漫天雷结之中,一声怒吼声,炸开虚空。 只见孙毅的双手,掐出一门太古法印,无数的神魔之光,汹涌起来,拔地而起,将那无数蔓延轰下的雷结,全部震散。 风,孙毅双手紧扣,无数神魔光芒,聚集在他手掌上,朝前一推,打入秦南体内。 卡卡卡,一道道好似关节扭动的声音响起,秦南浑身上下的每一个部位,都爬满了一道神魔之光,这些神魔之光,都带着可怕的风景之力,让秦南动弹不得。 盖天盆,孙毅屈指一弹,直接打出了一箭一宝,化作了一个锯盆,笼罩在了秦南以及他们的头顶上,将那密密麻麻轰下来的雷结,给彻底挡住。 九皇子宋玉见到这一幕,立刻对着秦南大笑起来,哈哈哈哈,没想到啊,秦兄我们又见面了。 现在整个上玉,都在通计你,你还敢这样招摇过世,在下佩服之极啊。 好了,说到这里,宋玉脸色变得寒冷无比,道将你身上的这天草,给我交出来,还有关于青龙圣主的秘密,全部给我说清楚。 如果我开心的话,还能留你一条性命,如果你不配合的话,那么我会让你领教一下,我们焚天谷国的刑罚手。 然而,他的段字还没说出来,就只听秦南立声喝道,宋玉,还有你们凤凰银,少给我废话,现在速速松开我。 否则的话,整个第九城都会毁灭,你们也都会毁灭。 此话一出,宋玉愣住了,孙玉也愣住,站在一旁,并为言语的白发老者,也唯唯一愣。 第九城毁灭,他们都会毁灭,这个秦南,是不是疯了? 宋玉愣了几十个呼吸时间,当下发出了一道刺耳狂笑,哈哈哈哈,好一个毁灭第九城,好一个我们都会毁灭。 秦南,你到底哪里来的底气,你还想唬住我,简直可笑,孙玉长老,给我轰碎他的雷结。 宋玉说到这里,眼中露出了丝鸡潮,秦南昔日引发了三重雷结,最后被死亡大地打破,如今引发了一千两百里这等强悍的雷结,也要被他宋玉打碎。 好,孙玉舔了舔嘴唇,他浑身肌肉,发出了砰砰爆响,一股股可怕的尊者, 之力,在他体内汹涌起来,好像是一尊沉睡的巨龙,正在苏醒。 你们,秦南脸色大变,这群人,难道以为他在开玩笑吗? 哼,秦南体内响起了一声爆炸,那战神原因,再度撑破他一部分心神的镇压,喷涌出来了可怕的天地之力,打入虚空之中。 嗯,宋玉,孙玉和那白发老者,都是感受到了什么,脸上露出了抹叉意。 尤其是那名白发老者,他运转了一门铜树,看向秦南,这一看之下,脸色顿时为变。 这,这怎么可能,第509章全程为敌,轰,天空上的雷劫乌云,犹如一头狂暴的妖兽,再度朝着四周,凶猛地扩张开来。 1400里,1600里,1800里,直到2400里的时候,才彻底停止。 此时此刻,那乌云之中,闪烁的雷霆,也完全不同,而是一种红色雷霆,红得犹如鲜血,来自上苍的血之雷霆。 刹那之间,恐怖的雷霆气息,像是滔天大红,眷向了整个第九城。 猴,猴,猴,第九城之中的气灵,仿佛恐惧起来,躁动不安,仰天咆哮,无数个防御大阵,几乎同时在那城中,运转开来,喷出了促种光芒。 天啊,城中范家老祖,即家老祖,范豪既无名,范宇,即天晓,范馨如,以及那全城的修士强者们,都瞪大了眼睛,眼神之中,充满了震撼。 2400里,秦南的雷劫,居然再度狂涨了一倍。 这等恐怖的雷劫,就算尊者,都被甩开了一大劫啊。 怎么会这样,这个时候,堂堂焚天谷国第九皇子,不禁失声开口。 2400里,这等雷劫,要比当初的三重雷劫,更为恐怖。 秦南到底修炼了什么?呼,秦南狠狠吐出了口气,他也被战神原因的可怕,给一下子震住了,2200里为节,还仅仅只是他的三分之一威能,那要是全部释放的话,岂不更为恐怖? 给我滚,没时间搭理你们。 秦南对着宋玉三人,怒斥一声,心神运转到了极点,不断镇压在战神原因上,让他不要完全释放,同时他脚步也迈动,朝着远处狠狠飞去。 不能让他走,必须将他拿下,宋玉回过神来,大脑迅速运转,衡量之后,眼中露出了思疯狂。 这次要是让秦南逃走了,下次要抓住他,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。 最关键的是,要是拿下秦南,那将是天大的功劳,他宋玉击败其他皇子,成为太子,都没有任何悬念。 想走,雷门,孙玉大吼一声,手中多出了一把长枪,宛如霸者降临,体内尊者之力,狠狠爆发,朝着天空的雷杰,洞穿而去。 你们居然还贼心不死,秦南脸色变得无比阴沉,既然这样的话,那就让你尝尝雷杰的滋味。 秦南想要走,是为了不伤害第九城内的修士,否则的话,他早就全部释放战神原因,轰杀孙玉等人了,这样还可以帮他抵挡雷杰,助他渡截。 轰,轰,轰,庞大乌云之中的血色雷霆,感知到了强者的冲来,瞬间狂暴起来,无数的血色雷霆,狠狠劈下,打在了孙玉的身上。 砰,孙玉堂堂尊者巅峰,施展强力一击,却也被这雷霆震得身形猛退。 这雷霆的力量,实在是太过可怕,纵遇见到这一幕,也是吓了一大跳,连忙喝道,王老,速速出手。 被称之为王老的白发老者,摇了摇头,淡淡道,九皇子,这样的雷杰,根本不是我们能对付的,哪怕对付了,我们兜得重伤, 秦楠也要杜劫成功,你必须给我出手,必须拿下秦楠,我以皇子的身份命令你。 纵遇额头轻轻暴跳,大声吼道,白发老者眼神一领,哭手的大手伸出,轻飘飘地拍向秦楠,一身修为,连百分之一,都没有施展出来。 纵遇和孙玉看到这一幕,都差点气得吐血。 这样的攻击,不就等于没有出手吗?杀,孙玉拍枪而起,气势棒驳,从那枪尖上,演化日月,闪耀天地,席卷着日月潮汐,卷向四面八方,竟是将那雷霆,悉数全灭,唯能可怕。 尊者巅峰,不愧为尊者巅峰,连这等强悍雷杰,都能抗衡地平分秋色。 只不过,宋玉非常清楚,能够抗衡没有用,要把这雷杰,彻底打穿。 我乃焚天谷国第九皇子宋玉,第九成的所有人给我听令。 宋玉很快反应过来,转过身来,发出了雷霆巨喝,秦南贼子,被我们上玉四大势力,联合通系。 现在,你们每个人,配合两大劳组和两大家族,将力量打入第九成,让第九成释放最强一级,轰杀秦南。 如若轰杀,焚天谷国,每个人都有丰厚奖少。 王老不出手,他就借助圣道之气第九成。 如果全城修士,运转第九成,那打出来的攻击,完全堪比尊者巅峰的最强一级。 这样一来,打穿秦南的雷杰,不会有任何问题。 第九成内的范家老祖,即家老祖等人,没想到局势发展到了这个地步,不过他们也是聪明无比,可以看出眼前的局势。 这件事情,对于他们来说,非常简单。 秦南没料到九皇子有这样的企图,当下发出了怒喝声,所有人都给我助手,不然的话,整个第九成会覆灭。 我这不是开玩笑,也不是狂妄,喝声刚刚发出,秦南胸口狠狠一抖,那战神原因,挣扎得更为剧烈了。 第九成的全场修士,都是一愣,没想到秦南又说出了这番话。 少听这个贼子满口胡言,五宗镜上的诸位,全部都给我来,我们齐心协力,运转第九成,协助九皇子,轰杀贼子。 范家老祖合计家老祖身形腾飞起来,面向全城喝道。 对,我们一起帮助九皇子,范豪合计无名又站了出来,大声喊道。 他们这四人,在第九成内,都是颇具威望,再加上九皇子宋玉亲自开口,还有丰厚的奖励,那些五宗镜之上的修士们,血液都沸腾起来。 我来帮忙,轰杀贼子,没错,绝对不能让这贼子逍遥法外,必须要把他的雷结打穿,一个,两个,八个,二十个,三十个,眨眼之间,第九成内五宗镜之上的修士, 全部都汇聚而来,足足有着七百多个。 他们这些人,根本忘记了秦南的呵斥,只想帮助九皇子。 至于第九成会覆灭,少在那里开玩笑了,秦南看到眼前这一幕,心中一寒,他一心只想远离第九成,以免误伤众人。 没想到,这些人根本不信,反而来帮助第九皇子。 不过,这些人不信任他,也是秦礼之中。 那就别怪我了,秦南深吸了口气,那镇压在元英之上的新神,全部撤离。 战神元英,彻底释放,第五百一十章雷解释放,成主令,烽火起,第九盛,玄门开。 第九成中,既无名升腾半空,手持古令,将一身半尊之力,全部打入令牌之中。 通龙,城池中央,无数的宫殿,全部粉碎,闪耀着金色光芒的纹路,铺开虚空,一头形状如虎。 长达二十丈的巨兽,从中爬出,一双眼睛,充斥血丝,盯着虚空之中的雷结,带着森森杀意。 这头巨兽,就是第九成细灵,他早就对秦南痛恨不已,只是没有成主令催动,他根本不能出手。 初,范家劳祖和继家劳祖,同时横空,体内尊者之力,全部灌入阵法之中。 所有人跟我一起出手,范豪长笑一声,化身将军,指挥众人,将那七百多位修士聚集起来。 三,二,一,范豪又闭一挥,这七百多位修士们,体内力量,全部爆发,化作了一道道不同的红光,跨越虚空,落入阵法当中。 发出了宛如洪水咆哮的声音,无比惊人。 吼,整头气灵,身上光芒大作,那长达二十丈的身躯,瞬间暴涨,七十丈,八十丈,九十丈,直到一百五十丈,才戛然而止,远远看去,就好像这第九成中央,站立起来了一尊太古巨人。 第九法则,无极炮杀,气灵声音沙哑,一张血盆大口,骤然张开。 整个第九成,泛起了无数的光芒,每一尊隐藏的大阵,都在运转,输送力量,就好像是一条条血管一样,输送到了气灵身上。 气灵集合了第九成全部之力,还有两大老祖,七百多位修士的力量,酝酿出了最强杀招。 嗡,众人只见到,气灵口中,无数的光芒,汇聚而来,形成了一个长达方圆二十丈的光球,在这天地之间,散发着可怕的气息,震的虚空,都泛起了一条条波纹。 嗡,纵欲见到这一幕,精神大震,九幽谷舟,通天大己,孙义头发炸开,抓准时机,巅峰尊者的修为,彻底爆开,他手中的大枪,吞吐出来了长达三十丈的枪芒,枪芒如火,焚烧整座天穷。 动手,孙义大喝一声,吼,壁九城中央战略的巨兽,咆哮而出,那巨大的光球,化作一道可怕的光束暴射而出,所过之处,虚空破碎,气势磅驳,毁天灭地。 杀,孙义仿佛化身带是枪神,举其手中大枪,朝着雷杰,狠狠一捅,枪芒彻底喷涌。 两大堪比尊者巅峰的最强一击,轰然爆开,席向雷杰。 哈哈哈哈,秦南,陨落吧,纵欲见到这一幕,忍不住发出了滔天狂笑声,能够亲手葬送一位顶尖天骄,这让他的心中,有着浓浓满足感。 范家老祖,即家老祖,范豪既无名以及全城修士,神色也兴奋起来。 如此可怕攻击,2400里的雷杰,必然破碎。 那样的话,好处无穷,孙义和第九成细灵,嘴角勾起了模糊度,他们一人一兽,最为清楚,这两极的力量。 唯一白发王老,眉头为皱,道,他这是,轰。 突然之间,秦南的体内,闪烁起来了一道璀璨的光芒,无比刺眼,哪怕与这两道攻击相比,都毫不逊色。 嗯,如此一变,宋玉、孙义、细灵还有范家老祖等人,都是眉头一皱。 只不过,这两道攻击,来势凶猛,铺天盖地,眨眼之间,就将那漫天雷杰,还有秦南的身形吞没,化作了一道滔天爆炸。 轰,所有人只见到,一轮巨大的蘑菇云形状的火球,升腾天空,将方圆醋万里,都染成了一片火红色,场面震撼。 雷劫破了,宋玉、孙义、细灵以及范家老祖等等人,脸上都涌起了抹狂喜之色,只是他们的声音还没有落下。 在那蘑菇云火焰之中,一缕璀璨的雷光,宛如绝世大剑,将它狠狠展开。 这是,白发王老呼吸一致,他动用玄童,早就看出,秦南体内,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。 轰,轰,轰,全场众人只见到,一轮巨大的乌云,好像是吞天巨兽般,在那火云之中,汹涌起来。 三千里,四千里,五千里,六千里,乌云以着惊人的速度,凶猛扩张着,眨眼之间,就到了七千二百里的程度。 此时此刻,第九城中的修士,只感觉头顶一案,如此庞大的乌云,将他们第九城都笼罩了一部分,陷入了昏暗之中。 怎么会,这一刻,宋玉,孙毅,契灵,范家老祖,继家老祖等等人,脸上都露出抹骇然之色。 雷结没有破碎,反而变得更强,达到了七千二百里。 七千二百里,这是什么概念? 这完全相当于二十位以上的五尊强者杜结。 秦南,到底是什么怪物? 七千二百里,秦南在这雷结之下,汗毛炸开,无数的含义,涌动出来。 他没有半点的兴奋,反而内心沉重,他的修为,才不过是堪比武皇巅峰啊。 要是如此恐怖的雷结,踢在他的身上,他岂不是眨眼之间,就灰飞烟灭。 然而,这一切,还远远没有结束,秦南的左臂,突然颤动了起来,散发出来了一股股温热之意, 流入了战神元英之中。 吼,战神元英骚然冲出秦南的体内,身披紫色铠甲,对着那长达七千二百里的雷结,发出了一道好似轻蔑般的咆哮。 翁,整个七千二百里的雷结乌云,剧烈抖动起来,好像受到了挑衅,彻底的震怒。 这种震怒,远比孙毅等人到来的震怒,更为可怕。 八千里,八千八百里,九千一百里,九千九百九十九里,这雷结剧烈暴涨着,好像是发飙斗气,眨眼之间,将整个第九城,遮住了一大半。 翁,就在这一刹那,秦南脑海之中的铜镜,发出了一道翁鸣,喷出了一缕光芒,打在了战神元英上。 战神元英,面对这可怕雷结,毫不退缩,再度发出了一声怒笑。 翁,翁,整个乌云雷结,彻底疯狂,朝着四周,迅速延伸。 九千九百九十九,本就为世间极致之促。 如今,这发飙的乌云,将这极致之促,轰然撞开,整个雷结,一万里。 第五百一十一章毁第九城,一万,一万里,一万里,身为凤凰银考核观,尊者巅峰级别存在的孙毅,看着天空这黑压压一片,声音都哆嗦起来。 至于其他人,眼中充满了骇然,大脑都被冲击的一片空白。 这可是一万里啊,一万里的雷结是什么概念,他们晋级的时候,能够引出一千里雷结,都算是逆天了。 现在,秦南的雷结,是他们足足十倍。 轰,从那乌云之中,踢出了第一道雷霆,踢向了孙毅。 这道雷霆,粗如铜顶,浑身暗红,勾勒成了龙形,乃是暗红龙雷,携带着一种毁天灭地的气息。 圣王盾,孙毅脸色巨变,像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险,直接施展了自己的底牌,演化出来了一尊古老的盾牌,盾牌之上,站立着一尊圣王。 轰,盾牌瞬间崩塌,孙毅的身体,被这雷结,硬生生轰落地面,身体一片焦黑,濒临死亡。 仅仅一雷,就将孙毅批得重伤,轰,轰,轰,乌云雷结,像是一个复仇者,再度批出了一道道雷霆,这些雷霆,分别锁定了宋玉、汽灵、范家老祖,即家老祖,范豪,即无名等等人。 陶,这一刹那,宋玉等人,脸色无部大变,将种种底牌,全部施展出来。 无数的宝光,在这第九城上,闪耀而起。 轰,第一道雷霆,批中气灵,将整个气灵,打得几乎溃散,整个第九城的光芒和气息,瞬间就暗淡下去。 轰,第二道雷霆,批中宋玉,宋玉打出了三张保命符录, 演化出来了三位尊者巅峰强者,然而依然无法挡住雷霆之威,背影生生批地半死。 轰,轰,轰,范家老祖,即家老祖,范豪,即无名等人,一雷灭杀。 刹那之间,整个第九城,除了这漫天的雷暴声,所有人的心中,都生腾起来了一股来自灵魂的寒意。 可怕,这雷霆之意,实在是太过可怕了,哪怕是整个第九城,都会被它毁灭。 突然间,所有人一愣,脑海之中,想起了之前发生的事情。 秦南早就说过,不要对他出手,否则的话,整个第九城,都会毁灭。 当时他们不以为然,失之以鼻,最后还是听从了宋玉的命令,联合对秦南出手。 然而,现在这一幕,秦南没有骗他们,一直以来,秦南都市在如实相告,甚至独自一人冲出第九城,想要让这雷劫远离他们。 轰,轰,轰,一万里乌云之中,降下了无数的雷霆,有的落在第九城上,有的落在了那些曾对秦南出手的修士身上。 瞬时之间,整个第九城,响起了一声声爆炸,无数火光,冲天而起,毫无昔日光彩,毁于一旦。 陶,纵欲大吼一声,催动体内残存的力量,掏出了一枚浮露。 这枚浮露,滚滚燃烧,化作了磅薄的圣者之力,将他的身形,彻底包裹,撞入虚空,直接离去。 九皇子,救我,孙毅可没有圣者福禄,见到这一幕,发出了嘶吼,只是他的嘶吼声,还没有结束,从那天穷上,又是一道冰冷的雷霆,狠狠劈下,将他的身躯,劈成了粉碎。 想逃,秦南看到这一幕,额头清惊暴跳,在他背后,六道悬光,闪耀而起。 长达百丈的战神之魂,悬浮半空,在秦南的催动之下,战神之魂大步一跨,那可怕的大拳,携带着强悍威势,轰击在了那破碎的虚空上。 啊,一道淒厉的惨叫声,响彻起来,紧接着宋玉的身形,彻底消失不见。 还好这雷杰,攻击的都是当初对他动手的仇人,没将其他人卷入其中,秦南暗道一声,扫了第九城一眼,冷冷丢下一句话,看在胶折的份上,今日我便不将整个第九城彻底毁灭。 说完这句话,秦南大步一踏,朝着天兵急速飞去。雷杰彻底爆发,轰杀这些人,看似解决了他的危机,但是真正的危险在于,等一下他要亲自抗衡这一万里雷杰。 这可是一万里雷杰啊,以他的修为,该如何抗衡,老夫助你一臂之力,就在这时,一道喝声响彻起来,原来是那白发王老。 白发王老大秀一甩,虚空撕裂,就将秦南的身形,扑入了其中。 多谢,秦南抱拳拱手,凭他自己的速度,想要离开第九城,恐怕有点难度,现在进行虚空跳跃的话,他就可以在下一个瞬间,达到其他的地方,那样的话,雷杰也会跟随而至。 收好这块令牌,白发王老屈指一弹,弹出了一道光芒,落在秦南身上,还未等秦南来得及说什么,那虚空就缓缓合上。 天空中那一万里的庞大乌云,感受到了这一幕,愤怒地轰鸣起来,朝着白发王老披下了一道雷霆之后,很快震碎了虚空,跃入其中。 轰,白发王老的身形,背着雷霆,直接轰趴在了第九城中,尽管没有受到太大的重创,身形也略显狼狈。 这个雷杰,还真有意思,居然有这样的灵性。 不过,秦南,你要是能成功渡劫的话,白发王老目光一闪,不再多言,撕裂虚空,直接离开。 此时此刻,第九城之中,范馨如和范宇,还有记天晓,呆呆地看着这一片狼藉,火光闪烁,破败不堪的第九城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 第九城的强者,都死了,父亲,范馨如双目之中,流淌出来了两道清朗。 为什么,为什么这些人都要对秦南出手,为什么他们都不听秦南的劝阻,利欲熏星,自食其果,娇者冷冷地说了一句话,整个地九城,战火平息,陷入了一片死急,他们尽管没听到娇者的话,但心中也有触感,这一切都只能怪他们自己。 秦南没有灭掉全城,已经是人之意境,与此同时,天险山脉,斯拉,一大片虚空,破裂开来,秦南的身影,从中叠出,将四周一群妖鸟,全部惊飞。 赶快做好准备,秦南大手一番,手中多出了两件质宝。 这两件质宝,乃是一张盾牌,和一面镜子,分别名为挡千盾,魔光繁镜,乃是秦南昔日在死神台上获得的防御质宝。 轰,眨眼间,上空促万里的虚空,全部坍塌,长达一万里的乌云,汹涌而出,他出现的刹那,从乌云深处,就翻起了数百道雷霆,习起轰来。 好向秦南的逃走,让他再度恼火,第五百一十二章圣主后手,上玉,东周,某处森林,砰,躯空裂开一条大口,宋玉的身形,从其中掉落出来。 秦南,秦南,你,宋玉浑身是血,气息垂围,吐瓷不清。 秦南动用他的武魂,给他补上一拳,让他伤上加伤,差一点就陨落了。 父皇,我是御人,最新消息,宋玉掏出了一枚金色令牌,动用自己的神念,将第九城的事情,全部传出。 传完之后,他整个人瘫软在地,用最后的一丝力量,掏出了梅林药,吞入口中,恢复起来。 不到短短十个呼吸之间,一条消息,从白虎城中发出,传到万香楼,商道蒙,问道山之中。 次大势力的巨头,全部震动,秦南在线东周,引发一万里的雷结。 此时此刻,问道山上,快,你们三人,速速前去第九城,务必将秦南亲自捉拿。 问道老祖在那深处,下达指令,一双眼睛,阴沉得可怕。 引发一万里的大劫,那就说明两个问题,第一,秦南已经恢复了,第二,秦南更上一层楼。 种种现象,足以证明,是青龙圣主的手段。 是,问道三老目光一闪,撕裂虚空,跨空而去。 除此之外,焚天谷国,万香楼,商道蒙的武圣强者,问寻而动,习其动用大镇,俯禄,法宝,撕裂虚空,朝着第九城的方向,迅速赶来。 天险山脉,某处大山之中,庞大的乌云,遮蔽天空,那喷涌出来的数百道雷霆,将天空阵的一片战洞,方圆猝十万里的妖兽,都被阵的心神激荡,迅速逃窜,使得天险山脉上,出现了十年罕见的寿潮。 疯了,秦南脸色大变,动用战神元英之力,将挡千盾,魔光繁镜,迅速运转。 这两大防御至宝,都拥有着不逊色于圣道之气的力量,在防御上面,甚至还要强过了圣道之气。 吃拉,挡千盾膨胀放大,光芒垂落,像是一座巨山,遮挡开来,能够抵御万千攻击。 魔光繁镜包裹秦南,镜面扭曲,闪烁着种种魔光,仿佛所有的攻击,落在这镜面上,都可以强行反弹。 轰,挡千盾在那摆到雷霆面前,仅仅挡住一半的威能,就被撞碎,剩下的雷霆,劈在了魔光繁镜上。 魔光繁镜急速运转,想要将这雷光,反弹出去,奈何力量太强,堪称摧枯拉朽,镜面迅速溃散。 还未等秦南来得及反应,剩余的雷霆之力,抽集在了战神原因上。 砰,整个战神原因,被打得剧烈战动,一丝丝的裂纹,在那原因之上,弥漫开来。 扑,秦南身形如遭重疾,仰天喷出了一口鲜血,气息极具剧酸弱。 这次的雷劫,太过恐怖,天空上的乌云,没有丝毫停歇,反而更加恐怖,那数百道雷霆,不断朝着中央收缩起来,化作了一道圆形的恐怖暗红龙雷,坠落而下。 嗡嗡嗡,四面八方,方圆数千里的土地,都开始剧烈抖动,地面上无数的石子,都被这股压抑至极的气息,震成了粉末。 雷霆之威,恐怖如丝,这下惨了,秦南嘴角浮现出了丝苦笑。 不是他不过强,而是这雷劫之力,远远超过了他能够承受的极限。 一百缕混沌之戏,就在这时,一道冰冷的女生,在秦南脑海内炸开。 还未等秦南回答,是海之中的铜镜,自主飞出,落在了秦南面前,镜面上呈现出了一片漆黑之色,漆黑之色不断扭曲,像是黑洞一般。 轰,这一团暗红色龙雷,滚滚落下,坠落在铜镜上,即将爆开之际,铜镜之中,绽放开来了一股可怕的犀利,竟是将这红色龙雷,全部吞没。 轰,轰,轰,天穷上的庞大乌云,没想到又杀出来了一个搅局者,当下震怒异常,无数道暗红色龙雷,像是发疯一般,狂暴落下。 然而,这些雷霆,皆是被铜镜全部吞没,这么强大,秦南身形一阵,这种暗红色龙雷,只需要一击,就可以将尊者巅峰劈成重伤,现在的有多少道龙雷了。 当然了,在第九城的时候,乌云雷劫是寒怒出手,劈成的一道龙雷,就相当于数百条龙雷,大小不一。 这种疯狂的轰杀,持续了足足半炷香时间,那冰冷的女声,就从铜镜之中想起,天地雷劫,如此废物。 真是丢人现眼,听到这句话,秦南唯唯一愣,下意识抬头看去。 整团庞大的乌云,突然沉没了,没有批出任何雷霆,好像是神秘女声的这句话,刺伤了她一般。 冰冷女声还未停歇,冷冷到,垃圾,嗡,这一刹那,乌云彻底狂暴了,只见到,这方圆一万里的乌云,急剧收缩,眨眼之间,收缩成为了一颗铜顶大小。 黑色雷球,从那雷球之中,流溢出来了一股彼岸红色龙雷,恐怖猝十倍的气息。 轰,黑色雷球,攜带着前所未有的怒火,降临而来,撞向铜镜,仿佛要与它同归于尽。 这一刹那,方圆猝万里的大地,在这种可怕的气息之下,竟然是被震得起其裂开,无数的树木,花草,山石,都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爆炸。 雷云之物,犹如上苍之物,秦南,交给你了,铜镜中的冰冷女生,扔下了这句话,消失不见,那铜镜也没入秦南的体内。 交给我了,秦南看着这冲击而下的黑云雷球,满脸呆滞。 这个铜镜,挑衅乌云雷结,怎么突然交给他了?难道,要他来抗衡这乌云雷结,开什么玩笑,电光火石之间? 那乌云雷球,已经来到了秦南头顶十寸之处,它那坠落的身形一致,紧接着从乌云雷球内部,绽放开来了无数的雷光。 轰,乌云雷球彻底炸裂,瞬间席卷方圆五万里,化作了漫天雷玉。 完了,秦南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,他万万没有想到,自己连续两次杜结,连续两次都失败了,并且最后,他不是死在敌人的手里,而是死在了雷结之下。 然而,就在这一刹那,秦南的左臂,突然绽放出来了一股可怕的气息。 苍蓝,这是战神之主,而等蝼蚁,也敢出手。 一道愤怒的声音,仿佛镇破九霄,紧接着,一尊伟岸的身影,拔地而起,抬起大手,狠狠一抓,竟然是将那恐怖雷狱,直接抓住。 这道身影,竟是青龙圣主,第五百一十三章逆天资直,圣主,秦南看到这一幕,万万没有想到。 他一直认为,青龙圣主化作左手之后,就彻底死了,如今竟然再度出世。 那笼罩醋万里的雷狱,在青龙圣主的大手之中,疯狂挣扎,好像充满了不甘。 冥完不甘,青龙圣主冷冷丢下四个字,大手狠狠一捏,醋万里的雷狱,竟然被隐声声捏爆开来,化作了漫天的紫色光点,荡漾在这天地间。 突破,青龙圣主手掌心上,捏着一缕透明的雷霆气息,没有丝毫狂暴力量,打入了战神原因之中。 原来,刚才他捏碎雷霆,是将这雷结精华,提炼出来。 轰,战神原因吸入这一缕雷结精华,气息狂涨,从其内部,吐出了一道道的光芒。 轰,战神原因,突然爆炸开来,化作了五颜六色的光点,这些光点,飘散半晌,迅速聚拢,缓缓凝成了一尊和秦南一模一样的透明人形。 这透明人形,就是原神,何为原神,经之所致,意念所化,原神,就是修饰的第二道灵魂,寄托了一切。 纵然肉身破灭,原神不死,也可重生,只是重生之后,不如以往。 霹雳啪啦,秦南的关节,开始砰砰作响,他体内的轻心当魔诀,猎羊精甲体诀,凤凰式魂火,星空之雷,自我道义,自我意志,左同意志,全部都升华,跨越了另外一个层次。 如果仔细观察,秦南的身上,还镀着一层淡淡金光,这屡金光,就是五黄威压,然而,这一切,还远远没有结束。 轰,秦南的原神之中,响起了一道爆炸,那原神的身躯,竟然开始扭曲起来,所有的力量,都朝着内部收缩。 在那内部之中,透露出来了一缕尊者的气息。尊者,五道至尊,何为五道至尊,以自身原神,达到巅峰,融合一切,五道归一,意志归一,凝聚出尊者之力。 这尊者之力,可摧动法宝,可摧动功法,万般都能摧动,奥妙无穷。 秦南在青龙圣地的时候,体内早就蓄积了棒薄浩瀚的力量,尽管只有五黄巅峰的气息。 但也足以突破尊者。 稳住原神,强化原神,不能突破尊者。 就在这时,同静那冷冰冰的声音,骤然炸开。 嗯,秦南大脑恢复了一丝清明,带着错愕,道,为什么不能突破尊者。 原神有三,一原神为子,二原神为精,三原神为红,透明为极限。 你现在才只是极限,应当将原神之力,提升到逆天的程度。 冰冷女生道,不然的话,你以为我为何挑衅雷杰? 就是为了让他收缩出一缕雷杰精华。 雷杰精华,秦南猛然想到,青龙圣主出现,就是提炼出来了一缕雷杰精华,打入了原因之中。 如今,你原神资质已经具备,如果成就尊者,你就会根基不稳。 冰冷女生继续道,根基不稳,秦南脸上的疑惑更甚,他从青龙圣地开始,积累到了现在,凝聚原因,就能够轰杀五皇巅峰,他这还算根基不稳。 已经足够逆天了好麻,你的眼界,还是太低,不要盯着下狱的五皇,哪怕你现在,战力非凡,在这东周之内,都还不能称王称霸,更不用说,在那上狱中周之中,还有着天极五魂的盖世天才。 你只有凝联你天元神,成就无敌五皇,铸造你天资质,未来才可以攀升巅峰,前往九天。 冰冷女生,字字朱击,直到最后二字,语气猛然加重。 轰,这一番话,如同当头棒喝,让秦南骤然惊醒过来。 是的,他还忘了,在这苍蓝大陆上,还有着那些拥有天极五魂的盖世天才。 更不用说,还有九天,九天是什么,秦南不知,但是,唯一可以肯定的是,战神存在的九天,令然更为恐怖。 无敌五皇,逆天资质,秦南南南一生,眼中骚然射出了金芒。 他乃战神之主,未来前途,自然在于九天,既然如此,他就要打造自己的逆天资质,直到未来,可以真正逆天。 元神收敛,突破极限,秦南一生力喝,那透明元神,狠狠一抖,朝着内部收缩的趋势,停止下来。 紧接着,从那元神之中,燃起了一缕雷光,蔓延整个元神,将之洗礼。 通通通,一阵密密麻麻的乍响,元神在这雷光洗礼之下,身形变得更加透明,直到最后,元神彻底消失不见,仿佛超脱着天地之间,不受天地束缚。 轰,秦南体内,响起了一声惊人爆炸,如果有人动用铜树,可以看到,一缕缕玄妙的力量,竟然是在他的肌肉之中,蔓延开来,眨眼之间,蔓延全身。 秦南的肉身,散发出来了一股可怕的气息,这股气息,乃是尊者。 无敌武皇,尊者肉身,这就是抉择,抉择自己的未来之道,每一尊天才,都可以抉择成就逆天元神,但是那些天骄不敢,因为他们的武魂等级,束缚了他们的未来,可能穷其一生,都只是武尊巅峰,或者是武圣巅峰。 秦南却不同,他拥有战神之魂,武魂等级对他来说,根本不是限制。 所以,秦南走的路,就是逆天之路。 终于,秦南缓缓睁开眼来,一双眼中,露出了抹欣喜之色。 他这次雷劫突破,极为不易,上次被死亡大地打穿,这次发生了第九层围攻之事,还有这雷劫之力,太过恐怖,差点把他灭杀。 关键时候,如若不是青龙圣主出手的话,他恐怕就死了。 等等,青龙圣主,秦南连忙睁开眼睛看去,扫向四周,却发现没有青龙圣主的身影。 他连忙开口喊道,圣主,这时候,那冰冷女生道,不用喊了,他不在了。 秦南一愣,李静节无敌武皇,铸造逆天资直,这是逆天行为,天地雷劫,自然无比恐怖。 青龙圣主,早就算到了这一步,他提前留下了一缕意志,在你左臂之中。 吕生冷冷道,如今,杜劫成功,他的意志,也就消散了。 吕生顿了顿,道,当然,他也没有消散,他就是你的左手。 秦南唯唯一争,只感觉到,自己的左臂之中,一股神秘熟悉且又强大的力量, 在他晋升无敌武皇的时候,已经苏醒开来。 圣主,秦南看了一眼四周,毫无人影,土地狼藉,清风眷过,残杀飞舞,恍然若梦。 隐隐约约间,秦南仿佛看到,在他铸造逆天资直的时候,青龙圣主看着他,眼中露出了抹欣慰。 第514章公主驾到,焚天谷国,第九城,嗖嗖,三道人影, 土雾降临,那庞大的威压,毫不遮掩,整座惨败的巨城,被震出了一道道的爆炸声。 全场修士,面露惊恐,这三个人,就是问道三老,看来焚天谷国传来的消息是真的, 秦南在这里渡劫,将这里的强大修士,全部都给批杀了。 问道一老将情况了然于胸,大手伸出,随意抓了一个武王镜巅峰修士, 历声道,秦南去哪了?被,尊者,传送走了,这名修士声音瑟瑟发抖。 传走了,问道一老唯唯一愣,再度追问之下,这才明白过来, 秦南为了避免雷劫将第九城的所有修士,全部灭杀, 让凤凰营的强者传送走了。 好一个凤凰营,杀死第九城的这些废物,又有什么关系? 居然还把秦南传送走了,等抓到了秦南,我再跟你算账, 问道三老脸上都露出了某慕容,我去天险山脉,你们二人,分别沿着东西方向走。 问道一老,迅速打定主意,三人的身形,迅速分散开来,朝着各自方向,急速飞去。 在他们三人走了之后,来自焚天谷国,万香楼,商道盟的武圣, 依次抵达,了解情况之后,同时分散开来。 这一日,整个上狱四大势力,都被震惊了。 他们还从未见到过,为了追杀一个弟子,各大武圣强者,居然全部出动。 当然了,唯有四大势力一些巨头们才清楚,派出武圣没有什么关系,最为关键的是,一定要秦南抓到手。 引发一万里,与青龙圣主这天草有关,若是让秦南成长下去,那对他们四大势力来说,将是一个可怕的灾难。 天险山脉,秦南当然不知道上欲的事情,他沉默半赏之后,将身上的混沌之气,全部给了铜镜,铜镜之中的冰冷女生,死即下去,秦南的心许,也彻底调整过来。 现在我还是太弱,要继续变强,说什么,也不能让青龙圣主和战神佐童失望。 秦南按道一声,打定主意,随即一阵茫然,他现在该去什么地方,对了,刚才那位凤凰赢的白发王老,给了我一枚令牌。 秦南将那令牌掏了出来,这枚令牌,呈现出了珠红色,上面雕刻着一头凤凰,凤凰如血,栩栩如生,让人望而生畏。 秦南弹出一缕气息,没入令牌之中,一阵光芒,便闪耀起来,幻化成了白发王老。 秦南,我知道你如今被四大势力追杀,但是,我们凤凰赢,不在乎你的身份。 你若成功肚结,我以赴营长的身份,邀请你入营。 这枚令牌,名为凤血令,得此令你可以进入白虎城,找到凤凰赢的负责人。 白发王老说完之后,身影便消失不见。 还有这样的事情,秦南唯唯一愣,随即眉头皱了起来,这个白发王老,到底是诚心相邀,还是将他引入虎血? 如果他对我真的有害心,早在第九城的时候,他就可以对我出手了,也不必大费周章,将我传来这天险山脉,此人说的话,可幸八成。 秦南分析一番,心中有了计较,无论是去凤凰赢,还是怎么样,他都可以进入白虎城,先去看看情况,传到桥头自然直。 走,秦南身形一闪,快速飞去,就在这时,一遍途生,秦南的血液之中,传来了一股股的躁动感。 这是什么?秦南唯唯一愣,连忙查看自己的身体,这一看之下,他的脸色不惊大变。 只见到,他的血液之中,闪烁起来了一颗颗的光点,这些光点像是充满了智慧,在他血液里不断游走,穿过经脉,从他毛孔之中冲出。 光点抖动,宛如小虫,片刻之后,光点自行聚拢,居然变成了一面虚幻好似真实的镜子。 秦南眼中闪过了抹震惊之色,这面镜子,分明就是一件法宝,怎么从他血液中钻出来了? 呀,小男子,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响起,镜子之中,一张精致的翘脸,浮现出来,竟然是妙妙公主。 妙妙公主,你这是,秦南瞪大了眼睛,真没出席,妙妙公主不懈地撇撇嘴,道,这是虚幻境,我们两个不是结成了血世麻,我通过血世,就将这门法宝,传送到了你身上,就可以万里传音啦。 原来如此,秦南立刻明白过来,眼中露出了某一色,道,好神奇的法宝,你是怎么得到的?还能怎么得到,当让抢的败? 对,妙妙公主眼神充满了鄙夷,这个仆人怎么当的,居然连他这种温柔作风都不清楚。 秦南脑门一黑,突然想到了什么,连忙问道,公主,你现在在哪里? 我啊,本公主才不告诉你,妙妙公主翘脸一板,说道,谁让你当初擅自把本公主传送走? 这个,秦南神情有点尴尬,好了,不逗你,妙妙公主看他这副模样,嘴角露出了丝笑意,好似百花齐开,本公主在的地方,你暂时来不了,等时机成熟了,我再告诉你,对了,妙妙公主一双美目之中,露出了丝冰朗,道,我刚收到消息,你在第九成渡节的事情,已经被四大势力知道了,他们出动了各大五圣,正在搜寻你。 各大五圣,秦南听到这句话,嘴角勾起了抹弧度,眼中闪出了抹森然寒光,好一个四大势力,为了追杀他,居然连各自的五圣强者都出动了。 你先藏一会,等我将沐小姐治好了,本公主就待你灭了这四大势力。 妙妙公主扬起精致的下巴,语气之中,根本不把四大势力放在眼里。 治好沐小姐,秦南心中的疑惑更甚,妙妙公主到底在哪里,现在到底在干什么,好啦,小男子,我问你,第九成有什么好喝的酒没? 妙妙公主眨了眨眼,露出了抹棋带,酒,秦南咳嗽一声,她不是酒,这些天都在渡劫,哪里会关注这个? 不过,提起酒,好像公主很喜欢,秦南,妙妙公主翘脸说变就变,瞬间乌云密布,你太过分了。 李明明知道本公主爱喝酒,李居然不给本公主多多留意,这个,以后绝对留意,秦南额头上流出了滴冷汗,半晌过后,突然一争。 她现在好歹是无敌武皇,青龙左臂也觉醒了,怎么妙妙公主发飙,她心里还是有点忐忑。 哼,本公主要惩罚你,妙妙公主板着脸道,惩罚,秦南下意识道,你要怎么惩罚,嗯,你往前走三里,然后左转,再走三里,将那里的东西采给我。 妙妙公主眼中露出了斯德意,随后想到什么,威胁道,你可不能偷吃了。 不然的话,本公主肯定会让你领教领教我的手段。 第515章段青来也,秦南在公主的指挥下,找到了一株七星草,此草服用下去,效用不弱于无花果,属于极品灵药,极为难得。 小男子,你保存好啦,另外多打打劫,别管什么乱七八糟的,该出手时就出手,只要修为比你低,都洗劫一番,他们就老实了,妙妙公主老气横秋地教训了秦南一路,直到末尾,补了句,当然了,所有东西,全部平分,嗯,你没说话,就当你答应了。 我靠,虚幻境的功能,虽然强大,但也无法支持多久,聊了大概一个时辰,虚幻境就缓缓消散了。 根据公主的说法,这虚幻境要开启一次,需要半个月的时间。 看来公主的安全没有问题,那样我就放心了。 现在似大势力追杀我,就用红尘变神术,换一下身份,前往白虎城。 秦南身形一变,便做了断青,并且将气息压制到了五宗境。 这次他修为突破到无敌五皇的程度,对于红尘变神术的理解,也更为精进一分,至少五胜强者,是无法看出他的真容。 秦南迅速在天险山脉穿梭起来,在这期间,纳天穷之上,时不时地闪过了几道强横无比的气息,轰动天地,其中还有一些秦南的熟人,譬如问道三老。 只不过这些五圣,神师在秦南身上扫了一眼,就离开了,并未在意。 天险山脉是下御和上御的交界处,平时就有许多修士,穿入其中,一位五宗境的修士,根本不值得注意。 四大势力,问道老祖,问道三老,秦南南南自语一生,如今他乃是无敌五皇,面对一般的尊者,自然不怕,但是与五圣强者较量,他还是要略逊一筹。 想当初唐青山,乃是下御尊者第一人,面对五圣强者,也是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,由此可见,五圣何等强大。 待我强大之后,前日种种,我自会找你们算账。 秦南眼中闪过了道锐芒,身形朝着白虎城走去。 白虎城,位于坟天谷国境内中枢,距离天险山脉,至少超过了十万里。 秦南在这期间,降伏了一头五皇境的妖鸟,自己坐在鸟背上,一边赶路,一边修行。 我这青龙左臂,倒也是奇怪。 秦南战神左瞳绽放光芒,修为突破后,他现在的铜树,已经可以动彻五圣强者了。 饶是如此,他看向青龙左臂的时候,也是朦胧一片。 秦南试着动了动左臂,发现左臂要比右臂,更为有力。 南道只是更有力,秦南试着抬起右手,对着左臂弹了一指,如今他凝聚了尊者肉身,一指威力,极为可怕,弹杀一尊五宗竟巅峰强者,没有丝毫问题。 砰,左臂之上,发出了一声轻响,完全没有感受到任何力量。 南道说,秦南目光一闪,用刀试试,秦南抽出了暴怒骨刀,在那头妖妖骇然的目光之下,爆发全部力量,一刀砍向了左臂。 哄,整个左臂,嗡嗡振战一声,令人诧异的是,左臂之上,连一条刀印都不存在。 我这一刀,砍杀那些一般的武皇巅峰都没有任何问题了,居然还无法带来任何伤势。 看来这次晋级,左臂虽然没有觉醒力量,但是已经具备了防御一切的威能。 秦南眼中露出了丝精芒,防御一切,这听起来不觉得厉害,但要试想一下,一位尊者打出最为强悍的攻击,秦南完全可以凭借左臂,抵挡下来, 毫发不伤,顶多只是身躯被震伤,相当于多了一件逆天防御之气。 再熟悉一下其他的力量,秦南暗道一声,伴随着他修炼,时间过得很快,直到二十天之后,他终于抵达了白虎城。 白虎城坐落于焚天谷国第一平原葬圣平原,整个平原浩瀚无边,绿草阴阴,让人看不到尽头。 传闻之中,当年焚天谷国成立,遭遇敌人围攻,他们的护国神兽笑日白虎,大发神威,在这平原上,与敌人厮杀,击毙了对方三位武圣强者。 这片平原有此的名葬圣秦南站在平原上,眼睛朝着远方看去,露出了一丝震撼。 映入眼帘的,首先是三座巨城,这三座巨城,都比第九城,足足大了一倍,气息可怕,赫然是三剑圣道之气。 然而,这样的三剑圣道之气,三座巨城,却变成了三尊大门。 在三座巨城的中央,有着一座棒薄辉红的黑色城池,耸立而起,宛如一头来自太古的神灵巨兽,落座土地,三座巨城与之相比,完全是小海与壮汉。 这黑色大城,没有任何的华丽,没有任何夺目光彩,只是让人一眼看上去的时候,就会生出敬畏之感。 这,就是白虎城,由第二城第三城第四城围绕,如同众星捧月。 当然,想要进入白虎城中,也需要通过这三座城池。 这白虎城,果真是厉害,我通过战神佐童,居然只能看到灵星半点。 那么就证明,这白虎城比圣道之气,还要厉害。 秦南深吸了口气,比圣道之气,更加厉害,就是地气。 何为地气,气中之地,犹如武道之地,堪称地气。 走,先进入第二城,再进入白虎城。 秦南调整了下情绪,平静下来之后,身形一闪,迅速掠去,来到第二城城门口的时候,却被守卫给直接拦下了。 一百块元时,守卫打亮了秦南一眼,发现秦南只是武宗修为,冷漠道。 嗯,秦南眉头一皱,他进入第九城时候,根本不需要元时啊。 再说了,他身上只要有元时,基本上就吃了。 难道,他堂堂秦南,要被这区区一百块元时,被第二城拒之在外? 李梅前,守卫眼中露出了斯比仪,就在这时,秦南的身后,突然响起了一道喧闹声,在秦南的后方,一对马车,急驰而来。 这对马车,非同反响,马是神风马,妖宗巅峰修为,车是由某种太古之石锻造,可以抗住武皇进强者的一招。 站住,第二城内,不允许马车行驶,否则格沙吾,守卫立声喝道。 只是他的话还没说完,一枚青色令牌,从那马车内探出,对着守卫晃了一下,秦南清晰看到,在那令牌上,有着一头玄武神兽。 什么,守卫脸上露出了抹震撼之色,态度巨变,道,原来是玄武营的天才,你们请进入吧。 嗯,从那马车之中,传出了一个冷淡的声音,紧接着神风马斯明一声,也不只是故意,还是什么缘故,那神风马双体扬起,践踏在地面,将地面践踏的粉碎,一些石子碎末,朝着四周箭射出来,还有不少撞击在秦南身上。 妈的,怎么这么嚣张,那守卫看着马车背影,小声骂道,站在一边的秦南,眉头皱了皱,问道,难道,选武营的人过去不用交原石? 李这不是废话,守卫翻了翻白眼,道,好了,你少给我磨蹭,有原石就进去,没原石就给我滚,秦南还未等守卫说完话,拿出一枚令牌,对着他晃了晃,转身就踏入了第二城中。 李站,守卫下意识想要开口,突然仔细回响了那枚红色令牌,一张脸色,勃然大变。 凤凰营,竟然是凤凰营,第516张咸心酒楼,焚天谷国第二城,距离第一白虎城最近,站在城中,抬起头来,就可以看到白虎城那有黑深邃的宽阔城墙。 没想到这令牌,用处还挺大的,秦南走在大街上,扫了一眼,这不愧为第二城,他至少感受到了足足13位尊者的气息,其中还有三位尊者巅峰的存在。 先打听一下消息,秦南顺着街道,朝着中央走去,按照商道盟的作风,一般情况下,城池中央都会有份盟。 嗯,秦南唯唯一愣,这中央之处,不仅没有商道盟分盟,连各种摊贩都没有,只有一处巨大的咸心酒楼。 这咸心酒楼,人来人往,非常热闹,其中还有不少武皇强者。 秦南刚想踏步进去,不知从哪钻来了一个小丝,不卑不坑,道,这位道友,我们咸心客栈, 今日有专人讲述三营招收弟子仪式,想要进去,需要一千美元时。 一千美元时,秦南眉头一皱,准备试试凤凰令,就在这时,一道充满傲气的声音,响彻起来,道,原来是你啊, 刚才那一百块元时,不知道交上没有。 秦南回头一看,只见一名青年,腰间挂着玄武令,细致冷冽,一对眼睛, 捏成了一条缝,看人总是仰着头,让人感觉高高在上。 青年走上前来,这名小丝眼睛微微一亮,道,原来阁下是石牛镇的第一天才石凯, 现在咸心客栈里面,已经有了四位玄武营的天才道场,您请进。 嗯,石凯微微汗手,气势十足,撇了秦南一眼,踏入了咸心客栈。 有病,秦南摇了摇头,他对这个家伙,没有什么好感,刚才在城外的时候,恐怕是故意扬起马蹄,来下一下那位首位。 你说什么,奇料到石凯听觉敏锐,当下脚步一顿,脸上露出了抹慕容。 这次被玄武营招收为准弟子之后,石凯兴奋不已,故意整出了最好的行头,就是想让其他人对他尊敬有加,后来他目的达成了,每个人都敬畏他,这也让他极其满足,有点飘飘然。 可是,眼前这个连掏出一百美元时,都要犹豫不决的家伙,修为财武宗敬的修士,居然骂他有病。 这个,石凯道有,我们这第二城,还有闲心客栈,是不允许动武的,小思剑撞顿绝不妙,连忙说道。 李他妈给我滚开,石凯一双眼睛冷冷地盯着秦南,道,现在速速给我跪下道歉,否则的话,我打断你两条腿,石凯一身修为,达到了武皇三重的地步,还有着地级三品的武魂,相当于范语既天小那种级别的天骄。 秦南听他这么一说,准备直接一脚踹过去,就在这时,一道温和的声音响起,道,石凯道有,何必动目呢?给我一个面子,今天这个事情,结果就好,如何? 说话之时,一名面若白玉,偏偏公子打扮的青年,出现在了这闲心酒楼门口。 李他妈是,石凯刚想破口大骂,那位小思满脸惶恐,对他使了一个眼神, 他的声音才戛然而止。他并不蠢,这闲心酒楼,传闻背后由一个神秘人建造,连第二层城主,都得敬畏三分。 本来这闲心客栈的人,也是非富极贵,还有各种天才人物。 行,那就给你一个面子吧,石凯硬生生将这口气吞回去,瞪了秦南一眼,踏入了酒楼之中。 这位道友,不知名讳,在下小七,青年含笑道,刚才的事情,多有得罪,我替咸心客栈,向你赔个不是。 不如这样吧,今天进去了,就不需要你的门票,如何? 那就多谢了,秦南拱了拱手,战神佐童,唯不可查地扫了眼小七。 这一扫之下,秦南眼中闪过了抹金色。 因为他发现,在这小七体内,有着一丝淡薄的金龙之气,这种金龙之气,非同寻常,带着一丝帝皇威压。 不仅如此,他还看不透小七的武魂和修为。 要知道,连武圣强者,秦南都能洞彻。 我们一起进去吧,小七说道,迈不走入酒楼中,秦南心情平复下来,迅速跟桑。 踏入酒楼,秦南眼睛微微一凝,这酒楼空间,非常之大,第一层有着方圆一百里。 在这一百里之中,漂浮着七种光芒,并不耀眼,光芒柔和,划分出来了七个区域,每个区域至中部的人谈话,都是无法听到声音。 除此之外,秦南还感觉到,在这酒楼之下,有着一处大阵,正在运转。 此阵无比强大,能够影响人的心神,让人的心情,变得轻松,变得愉悦,与这咸心之名,刚好符合。 觉得这酒楼怎么样,小七随意问道,还行,小七眼中露出了嘶叉意,他还是第一次见到,一位武宗静的修士,居然如此淡然地说这个酒楼还行,难道是说。 小七深深看了秦南一眼,白手招来了一个美丽侍女,让他替秦南讲解,自己走入了二楼。 听了一番讲解之后,秦南总算明白过来。 这七个区域,分别指着的是下域动荡,强者消息,天才消息,三营选拔,古老秘境,罕见秘文,法宝传说,每个区域,都有专门的人讲解。 同样,这里提供任何消息,只是要付出代价,秦南踏入了下域动荡区域,就听到一名山羊虎的老者,正满脸激动,大有挥斥方球的气势。 话说那四大势力,派人前往第九城,结果怎么着,秦南根本不在。 秦南去哪儿呢?各大武胜强者啊,就先锁定了天险山脉,下方一群修士,听得津津有味。 如今在上域东周,秦南的名字,早已是一个传奇。 秦南额头遗憾,走进了三营选拔区域,他对玄武营,凤凰营,白虎营的了解甚少,趁着这次多了解一下。 刚刚踏入其中,秦南就看到了石凯,那石凯也看到了秦南,眼神之中,露出了激潮。 除了石凯之外,秦南还看到了不少天才,其中有一位女子,要比石凯更为强大,有着地级四平五魂,五皇五重修为。 突然间,秦南的眼神,不经意间看到了一名青年,一看之下,神情便愣住了。 这个青年,有着一个独特的标志,就是他的额头上,顶着一对大包,极为显眼。 此时此刻,这名青年,正盯着那位地级四平五魂的女子,眼睛一眨不眨,时不时发出了黑黑黑的笑声,满脸陶醉。 这个家伙,不正是龙虎麻,秦南刚想开口,只听一道含着怒意的呵斥声响起。 畜生,还敢盯着乱看,我就挖了你的双眼。 第517章一千名额,只见那名第级五魂的女子,转过身来,兴慕怒视,因为生气的缘故,一张翘脸,略带红润,脚好的身材,也随着呼吸,不断起伏。 整个区域的各大天才们,都是微微一愣,转过身来,看向龙虎,目光带着思细虐。 很显然,她们都知道这个女子,乃是玄武营招收的弟子。 龙虎黑黑一笑,众目睽睽之下,不耻返笑,这位姑娘,人人皆有爱美之心,你长得如此漂亮,自然吸引了我的眼神,怎么能怪我看你呢? 只能怪你长得太漂亮,四周之人,皆是一呆,好一个无耻之人。 你,女子不善言辞,听得这话,又羞又怒,但是在这闲心客栈,她又不能动手。 好了,不要太过分了,秦男走了过来,拍了拍龙虎的肩膀,随后对着这名女子拱手道, 这位姑娘,我兄弟刚才都有冒犯,我在这里给你陪个不是,还望海涵。 哼,鼻子扫了秦男一眼,冷冷一横,转过身去。 嗯,你怎么在这里?行,龙虎发现了秦男,脸色一喜,刚欲开口,就被秦男狠狠瞪了一眼。 他连忙回过神来,嘎嘎怪笑,道,你小子居然没被抓住。 如今因为秦男的出现,整个东周,闹得风风雨雨,现在秦男居然安然无恙,出现在了这第二城之中。 秦男翻了翻白眼,传音道,你来这第二城干什么?龙虎脸上露出了某傲然,前些日子吧,那啥玄武营的人,遇见了我,就一路祈求我加入他们白虎营。 我看那老头子也一把年纪了,还那么可怜兮兮的,就答应了他们,玄武营。 秦男一愣,怎么样,大爷我厉害吧,龙虎不由得一道,秦男点点头,眼中露出了某欣慰。 这些人果然如他所料,哪怕来到了上狱,照样能够风生水起。 然而,就在这时,闲星九楼第二楼上,那小气的声音,响彻起来,还请三营之中的天才们,来这二楼一句, 我这里有几壶好酒,想要与大家品尝一番。 此话一出,刚才与龙虎对骂的女子,还有纳什凯,以及另外两名青年,仿佛早有预料,都是站起身来, 在众人敬畏和艳羡的眼神当中,走向二楼。 走吧,我们也去,想要个搞到进入白虎城的令牌,还得拜托他们。 龙虎拍了拍秦男肩膀,一副大哥我照你的模样。 进入白虎城的令牌,秦男唯唯一愣,龙虎开口道, 这白虎城啊,每天只有一千个名额,每个名额都是五千块元时, 你想要进去的话,哪怕你身为三营弟子,也必须要有名额。 呵呵,一座小城,还搞这么大的牌场,龙虎的语气之中,好像这白虎城,不值一提。 原来如此,秦男点了点头,跟随着龙虎,走向了二楼。 奇料到刚走一半,就被一名小司拦下,淡淡道,这位公子,实在抱歉, 你不是三营之中的人,不能进入这,小司的话还没说完,就被龙虎指着鼻子大骂, 你呀眼力这么差,没看见这是我兄弟,难不成我带人上去都不行了。 小司脸上露出了某为难,这时候,二楼上小七的声音响起, 道,让两位公子上来,哼,多学着点,看你家主人多会办事。 龙虎横了两声,在这上玉,碰到了秦男, 他还想在秦男面前的色一番,没想到就被人阻拦了, 这让他感觉很没面子。 秦男跟着龙虎,踏入了这第二层,只见第二层, 用阵法和第一层隔绝开来,中央有着一处假山, 假山下环绕着清澈流水,在其两边, 还有着专门的女子,弹奏琴曲。 在这后方,摆放着一张玉石大桌, 那名神秘的小妻,就坐在守卫上,满脸淡笑。 龙虎大摇大摆,走入其中,坐在了位子上, 还发出了嘎吱的响声,令得其他几名天才, 都是忍不住皱了皱眉。 那名女子,眼神也露出了抹厌雾, 嘖嘖,这第二楼,只有三营之中的人, 能够进来,你进来干什么? 施凯对于刚才发生的一幕,自然看在眼中, 如今见到秦男,就忍不住开口。 其他几名天才,早就观察过秦男, 一身武宗气息,根本不值得关注。 哦,我兄弟进来,还要向你汇报。 龙虎眉头一挑,冷声道, 你要是不服的话,我现在就陪你打一场。 粗俗,那女子冷冷道, 别动不动就说要打一场。 施凯没有任何退缩,回击道, 只是在座的各位,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, 也都是玄武营招收的天才。 想必等一会,小七公子, 也要跟我们谈重要事情, 你兄弟来这第二层,像个什么话? 这施凯虽然为人嚣张, 但也聪明,一番话滴水不漏。 其他几位天才,都是微微汗手, 赤马,龙虎额头青筋暴跳, 一身气势,滚滚展开,准备直接出手。 就在这时,那小七摆了摆手, 道,无妨,大家不用吵了, 我们直接来说正事吧。 见到主人都发话了, 施凯自然不再开口, 龙虎也狠狠瞪他一眼, 没有动手。 想必大家都知道, 进入白虎城, 一天只有一千个名额, 小七含笑道, 诸位都是玄武营的天才, 马上就要进入白虎城, 进行报名, 彻底加入其中。 我手上正好有几个名额, 可以分给大家。 等诸位正式进入玄武营之后, 到时候我有一些事情, 还想拜托, 还望诸位不要推辞。 秦南听到这番话, 立刻明白了, 这个小七, 倒是好手段, 利用白虎城的名额限制, 与各大添交, 互相结交, 让每个人欠他一个人情。 只要在能力范围之内, 小七公子有所需求, 在下定然全力相助。 一位天才拱手说道, 我没意见, 与子淡淡道, 石凯和其他几个人, 都是点头答应, 那就多谢诸位了, 小七脸上笑容更加浓郁, 道, 为了庆祝诸位日后飞黄腾达, 等会让诸位尝尝我们咸心酒楼的好酒。 各位天才, 纷纷隐声, 秦南看到这一幕, 沉吟半赏, 拱手道, 不知道小七公子, 能不能给我一个令牌。 此话一出, 全场立刻安静下来, 第518张量出身份, 一枚令牌, 5000元时, 并且每天只发放1000枚。 哪怕有钱, 也不一定能买到, 正是因此, 诸位选武营的天才, 哪怕欠下小七公子的人情, 都不得不答应下来的原因。 可是, 秦南却开口了, 这位武宗静的存在, 能够依仗着兄弟秦姨, 来到这二楼, 已经难得, 居然还奢求令牌。 池凯率先发出大笑, 哈哈哈哈, 乐死我了, 你取取武宗静的存在, 还想要令牌。 你进入白虎城想干什么, 南部城去参加三营选拔大赛, 全武营, 凤凰营, 白虎营, 招收弟子, 总共有两种方法, 第一种, 派人下达各大城池, 或者是村镇, 进行考核, 第二种, 自行前来, 进入白虎城, 参加考核, 毕竟焚天谷国, 如此浩瀚, 三大营不可能每个地方都去一趟, 此周天才眼中, 都露出了私不屑, 他们并不是瞧不起秦南的修为, 而是秦南此人, 不是实物。 小七皱了皱眉头, 饶是他涵养较高, 现在心里也有点不舒服, 这可是一枚令牌, 哪怕是进行出售, 都会引起一阵哄抢, 卖出一万美元时, 都没有问题, 因为人人都想进入白虎城, 秦南自然看出了小七的难处, 拱手道, 小七公子, 如果赠予我这枚令牌, 日后如有所求, 在下定然全力相助, 而且我也是凤, 秦南的话还没说完, 就被小七白手打断了, 淡淡道, 不必了, 这令牌, 来之不易, 这位阁下, 想要进去的话, 就自己想办法吧。 一旁的龙虎, 听到这句话, 脸色顿时就不爽了, 只不过他也不好发飙, 毕竟这件事情, 也不能怪对方。 秦南眉头为皱, 摇了摇头, 看来只能自己想办法了。 上九, 小七大手一挥, 从那一楼之中, 涌出了一位位貌美侍女, 侍女手中, 都拖着银盘, 银盘上摆放着一瓶火红的玉瓶, 玉瓶之中, 荡漾着火红酒意, 灵气逼人。 此酒名为虎灵酒, 乃是取自火狐黄的唾意, 还有种种天才地宝, 酿造百天而成, 今天见到大家开心, 每个人都有食品, 保证喝好。 小七侃侃而谈, 现场的气氛, 也伴随着火灵酒下肚, 开始升温。 天才与天才之间, 自然有众多话题, 秦南看着这火灵酒, 不由得想到了妙妙公主的嘱咐, 嘴角勾起了抹笑容, 将其中酒瓶, 都收入了储物袋之中, 只拿出了一瓶, 缓缓品尝。 其料到, 他这番举动, 落在众人眼中, 让众人看向他的眼神, 更加鄙夷。 石凯见到这一幕, 当下讥讽道, 有意思, 实在有意思, 这酒可是小七公子送给我们喝的, 你将它收起来, 难不成你把它收起来? 是想要拿出去换零食, 你这也不嫌丢人啊。 小七没有吭声, 淡淡地看着这一幕, 秦南眉毛一挑, 眼中闪过了某寒意。 这个家伙, 一路之上, 都在阴阳怪气, 他早就听腻歪了。 哎哟嘿, 还想动手不成, 石凯见到秦南表情, 声音陡然拔高, 信誉不已。 找死, 毫无征兆的, 秦南直接爆发了, 从他的身上, 爆发出来了可怕的杀气。 你, 石凯脸色大变, 不只是他, 其他天骄, 脸上也露出了抹骇然。 这家伙不是武宗静麻, 怎么一身杀气, 居然连他们都感受到了心计。 难道隐藏了修为, 秦南刚准备出手, 就在这时, 一名白发老者, 仓皇跑来, 声音急促, 公子, 公子, 刚才我们接到消息, 有一位凤凰银的天才, 来到了我们第二城, 并且还没有进入白虎城内, 如今还在城中。 此话一出, 全场众人, 无不色变。 凤凰银, 那可是凤凰银, 什么, 小七脸上也露出了抹震惊之色。 要知道, 像凤凰银, 白虎银的天才, 未来都不可限量, 都是拥有特权身份, 可以直接进入白虎城。 一般情况之下, 这些天才们, 都不会在第二城, 第三城, 第四城里面逗留。 白发老者呼吸稳定下来, 道, 这是他的画像。 说着, 他掏出了一块金石, 从这块金石上, 释放出来了一道柔和光芒, 缓缓凝聚成了一个身影, 从模糊不断清晰。 小七一边看着, 一边严厉下令, 道, 速速派人过去, 搜索整的第二城, 去找到那位凤凰银天才, 将他请来闲心酒楼。 如果别人不愿意, 那也不要强求, 尊命, 白发老者, 知道事态紧急, 连忙退下, 小七深吸了口气, 心情缓缓平静下来, 朝着那光幕看去, 然而, 这一看之下, 他直接愣住了。 不只是他, 石凯还有其他天才们, 全部都愣住了。 因为这道光幕上, 缓缓凝聚的身影, 他们都无比熟悉, 赫然是情难。 我靠, 龙虎看到这一幕, 一口酒直接喷出来, 情难不是被四大势力联手追杀吗? 怎么变成凤凰银弟子了? 这, 小七, 石凯等人, 张了张嘴, 微微有些发萌,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 这个家伙, 居然是凤凰银弟子, 情难看到这一幕, 忍不住摇了摇头, 看来他进入第二城的时候, 就已经被各大势力盯上了, 身上也被打上了凤凰银, 凤凰银的标签, 他还没决定要不要进入凤凰银, 你, 你怎么可能, 最为震惊的, 莫过于石凯, 他根本没有想到过, 一个武宗镜的家伙, 突然摇身一变, 就成为了凤凰银的天才。 怎么不可能, 情难眼神一朗, 刚才若不是被人打断, 他早就出手。 我, 石凯回过神来, 这情报绝对没有错, 至于情难为什么只有武宗镜, 那就是情难隐藏了修为。 这一刻, 一股寒意, 从石凯心中生疼起来。 无论是在城门口, 还是在这酒楼之中, 他都次次针对情难。 若是情难要对付他, 他恐怕就要倒霉了。 想到这里, 石凯额头上, 不禁浮现出来了层层冷汗, 身形都在发抖。 滚, 情难冷冷地看了他一眼, 石凯只觉通体声寒, 脑海中想到刚才情难爆发出来的杀气, 不敢继续逗留, 脚步错乱, 仓皇离开。 第519章三营选拔赛, 其他天才, 见此一幕, 眼神中都露出了抹庆幸。 就在刚才, 他们虽然鄙视过情难, 但并未像这石凯一样, 直接开口嘲讽, 否则的话, 现在知道了情难的身份, 定然要后悔不已。 小七面露苦笑, 道, 阁下, 你瞒得我好苦啊, 情难若是早点亮出身份, 他哪里会让石凯这么嚣张, 早就将石凯轰出去了, 除此之外, 他自然毫不犹豫给情难令牌。 当然了, 小七并不知道, 在情难亮出身份的时候, 是被他自己打断的。 在下断清, 不知道小七公子, 能否给我令牌。 情难拱手说道, 段清道友, 你身为凤凰银的人, 进入白虎城, 是不需要令牌的。 小七略带尴尬说道, 原来是这样啊, 情难沉吟一声, 忽然想到刚才石凯所说, 道, 小七公子, 不知道那三营选拔赛, 是什么? 三营选拔赛, 难道你还想参加三营选拔赛? 小七有些翻蒙, 不只是他, 其他几位天才, 也都呆住了。 难不成, 情难还想进入白虎营吗? 要知道, 这凤凰银, 从底蕴种种方面来说, 并不逊色于白虎营啊, 只是因为凤凰银每年招收的天才弟子, 人数极少, 这才导致凤凰银排名第二。 小七尽管不解, 依然迅速回答道, 这三营选拔赛, 规则很简单, 乃是各大天才, 进入白虎城内, 进行考核, 然后由三营的考核官进行挑选。 明天, 在白虎城内, 就会进行三营选拔赛。 情难很快明白过来, 这种选拔赛, 和当初两大胜帝选拔弟子相同, 没有什么区别, 现在还不一定要去凤凰银, 明天去选拔赛上看看也无妨。 情难打定了主意, 小七察言观色, 试探问道, 不如这样, 段清道有, 今天在我们咸心酒楼, 住宿一晚, 明天有我带你们去, 如何? 那就麻烦了。 情难拱手说道, 他对白虎城, 不是很了解, 有了小七带领, 那也方便许多。 接下来, 酒宴继续, 其间龙虎看上的那位女子, 多次和情难搭话, 让龙虎郁闷不已, 还有那小七, 给情难准备了足足一百瓶火灵酒, 当作陪礼, 也令情难哭笑不得。 酒宴结束后, 情难留宿一晚, 第二天一早, 在小七的带领下, 前往白虎城。 白虎城方圆五十里之内, 不允许飞行, 众人皆是快速步行而去, 当来到城门脚下, 众人眼中都露出了抹震动。 这城门极为霸气, 浑身漆黑, 上面还盯着一个个巨大的铁钉, 在城门中央, 书写着白虎城三个猙獰大字, 大字下方, 则挂着一颗长达猪食杖的龙头。 出示令牌后, 众人进入城中, 当看到眼前景象时, 哪怕是秦南, 眼中都露出了抹震撼。 只见到, 这白虎城道路宽阔, 通向四方, 一座座风格迥异的宫殿, 拔地而起, 在那宫殿的中央, 则有着一尊巨大的金色皇宫, 仿佛被群星围绕, 闪耀着夺目光彩, 哪怕远远看去, 都会感受到那一股浓浓的帝皇威压。 除此之外, 白虎城毫不清朗, 大街上人来人往, 热闹非凡, 基本上都是五皇境强者, 连一些五尊强者, 也极容易见到。 至于五宗强者, 基本上都没有, 如此庞大一个白虎城, 难以想象有多少修饰在这其中, 就好像把整个上域的强者, 都聚集起来一样。 而且, 这也不愧是黄兜, 秦南山吸了口气, 心中发出了道由衷感慨。 他刚才动用战神左童, 扫向四方, 每一座宫殿, 他竟然都无法看透。 在我们白虎城中, 皇室第一, 商道蒙总蒙第二, 十大诸侯第三。 我们三大天才军团, 也是隶属于皇室麾下, 小七一边走着, 一边跟众人讲解, 侃侃而谈。 除了龙虎正在东张西望, 满脸好奇地打量着, 秦南等人都在仔细听着, 对于白虎城之中的势力分布, 也逐渐清晰起来。 诸位, 在白虎城内, 切记不能动手, 否则的话, 你们身为天才军团, 也会被执法队当场打死。 小七说到最后, 神色严肃下来, 开口说道, 秦南点了点头, 他现在也终于明白, 为什么白虎城一天只出一千个令牌了。 这是因为, 白虎城乃地气, 又是皇室, 商道盟总部所在, 规矩森严, 无人动武, 上遇东周之中, 更不会有人赶来攻打。 正是因此, 一些被人追杀的修饰, 躲入白虎城内, 就极为安全。 好了, 这是延武殿, 也是三大营考核场所, 断清道友, 你可以进去了。 小七含笑道, 像那名女子, 还有石凯那种人, 都是早已被选拔进入了玄武营, 自然无需考核, 只需要到专门的地方报备, 就会有人带着他们, 前往玄武营。 奶奶的, 我也要留下来, 大爷我就不信了, 你小子能进凤凰营, 我就不能进去, 龙湖满脸悲愤, 开口说道。 秦南抬起头来, 只见面前, 一座高达四百丈, 占地方圆一千里的大殿, 浑身青涩, 气势充满了古运, 尽管在这群殿之中, 毫无特色, 但一眼看去, 也难以忘怀。 这延武殿门口, 正路陆续续, 有着一些青年才俊, 踏入其中, 毫不热闹。 多谢小七公子, 秦南拱了拱手, 不再多言, 带着龙虎, 踏入了延武大殿之中。 唉, 也不知道这位段道友, 到底是怎么想的, 这凤凰营, 我可是做梦都想要进去, 秦南一走, 小七身边的几位天才, 就忍不住感慨道。 当然了, 他们若是知道, 段青的身份, 乃是秦南, 并且还被凤凰营的人, 看到了真正面貌, 就不会这么开口了。 小七公子听到这一番话, 目光微微闪了闪, 直觉告诉他, 段青此人, 绝不简单。 凤凰营看中的天才弟子, 这个身份也足够了, 就将此人的消息, 告诉三哥。 小七公子掏出了快古怪的令牌, 朝着其中传入了一道神念。 其他几位天才, 见到这块令牌, 神色都猛的一阵, 这小七公子, 身份果然不简单。 这块令牌, 分明是皇室, 第520章修罗幻境, 演武殿中, 人潮汹涌, 交谈声彼此起伏, 非常热闹。 秦南和龙虎刚刚踏进, 就有侍女连忙走上来, 递给了他们两个令牌, 分别是1003号、 1004号。 这里好多美女啊, 龙虎扫了眼人群, 那一个葛恶魔的手段, 修长笔直的白腿, 令得他眼睛都瞪直了。 仅仅是三银选拔, 竟然来了如此多的天才。 秦南左童之中, 雷光为闪, 在这大殿之中, 共有数千位青年才俊, 其中只有寥寥数百位, 修为仅仅是武宗巅峰, 其余的都是武皇强者, 并且还有数十位天才, 达到了武皇八重的程度, 一身气息, 极为可怕。 除此之外, 秦南还发现, 有不少人的武魂, 都达到了地级三品, 甚至是地级四品的程度。 不过, 在这里没有上遇东周的顶级天才, 因为真正的顶级天才, 早就被三银暗地之中, 直接招入。 就在这时, 一名青年, 从外面走进阎武殿之中, 一身武皇进武中的气息, 毫无遮掩, 全然爆发。 要知道, 阎武殿之中, 天才汇聚, 卧虎藏龙, 没有什么人, 敢如此明目张胆地释放气息。 这名青年的举动, 立刻吸引了不少的光芒, 洗刷刷看来, 咦, 这家伙不是灵无双麻, 他可是有着地级无品武魂啊, 他不是早就被三大营看中了, 他怎么还来参加这三营选拔赛? 一名修士, 发现了青年的身份, 忍不住开口。 此话一出, 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, 靠, 有没有搞错, 立刻无品武魂, 这都可以直接进入青龙营了, 还来这里参加三营选拔赛? 我看这个灵无双, 就是故意来参加的, 故意来甩一把威风。 嘘, 小声点, 地级无品武魂, 他的前途, 比我们要好得多。 不少天才的脸上, 都露出了不满之色。 毕竟, 这三营选拔赛, 是留给那些没有被三营直接招入的天才准备的。 林无双的到来, 毫无疑问, 会抢走他们的风头。 吵什么吵, 都给我安静, 就在这时, 一道极其不爽的喝声, 从外面响彻起来。 林无双听到这道喝声, 当下照了皱眉, 到底是何人, 居然比他还要嚣张。 众人只见到, 一名披着手袍, 身段妖娆, 皮肤呈现健康小麦色的女子, 扛着一把大剑, 大步踏来, 散发出来了一股极为澎湃的凶煞之气, 让人心惊肉跳。 秦南左同一扫, 眼中也露出了丝差意, 这个女子, 肉身无比强悍, 犹如一头人形暴龙, 只比她的尊者之身, 稍微逊色一点。 林无双见到此女, 眼神狠狠一缩, 道, 雪梦, 你居然来参加三营选拔赛了。 凤凰营不是邀请了你, 雪梦, 居然是雪梦, 她可是第二城城主之女啊。 传闻之中, 有着地级六平五魂。 什么, 地级六平五魂, 靠, 大殿之中的天才们, 脸色齐刷刷大变。 来了一个林无双也就罢了, 如今居然还来了一个拥有地级六平五魂的雪梦。 这场三营选拔赛, 他们怎么争, 呱噪, 一群娘们, 雪梦眼中大骂一句, 看都没看林无双一眼, 直接走在了大殿中央, 把那柄大剑, 往地上狠狠一插, 发出了一声喷的巨响, 伸了一个懒腰, 静止靠在大剑上, 呼呼大睡, 还发出了憨声, 这种举动, 与他那精致的面容, 形成了一种极为强烈的反差。 帅, 真他妈帅呆了, 秦南, 恶不断青, 我他妈找到真爱了。 龙虎看到这一幕, 双目发光, 一颗兽星, 蠢蠢欲动。 他就是喜欢这种霸道的, 秦南脑门一黑, 摇了摇头, 接下来, 演武殿之中的气氛, 因为两大天才的到来, 变得凝重起来, 一丝一缕的战役和敌意, 不断弥漫, 仿佛随时都会爆发。 请三银考核官入场, 就在这时, 一道尖锐的呵声, 响彻起来。 整个大殿之中, 所有的天才们, 齐刷刷抬头, 朝着那第二层看去。 咚咚咚咚, 伴随着一道道震耳欲聋的脚步声, 一尊高达三丈的巨汉, 披着印有玄武的铠甲, 踏步而来, 一双大眼睛, 泛着一道道血丝, 力气十足, 让人一看上去, 就心惊胆战。 各位, 你们可以称呼我为雄富银长, 是玄武银的考核官。 秦南扫了一眼, 眼神微微一鸣, 这雄富银长, 修为达到了尊者巅峰, 并且还不是一般的尊者巅峰, 要比当初那孙义, 至少强横了四五倍。 紧接着, 一道白色身影, 飘然而出, 满头白发, 赫然是曾经与秦南有过一念之缘的王老。 叫我王老就可以了, 王老轻描淡写道, 一双眼睛, 光芒闪耀, 扫过全场, 却没有发现那个身影, 令得他眼神之中, 露出了抹失望之色。 那个男人, 难道没有来麻? 什么, 王老轻自来了, 下方的一群天骄, 呼吸都是唯唯一致, 哪怕是零无双, 还有那雪梦, 眼神都是一鸣。 王老, 凤凰迎赴迎长, 焚天谷国一位威名赫赫的存在, 一身战力, 不弱于十大诸侯。 按理来说, 这种三银选拔赛, 王老这种级别人物, 根本不会亲自到场, 如今他却亲自来了。 哈哈哈哈, 王老, 好久不见啊, 这个时候, 伴随着一道大笑声, 一名脸色略显阴沉的中年男子, 脉步踏出, 在那中年男子的胸口上, 有着一头气势逼人的笑天白虎徒。 诸位天骄, 我乃白虎银赴迎长, 名为雪傲。 中年男子双手复立在身后, 眼神似笑非笑地看着王老, 道, 等会考核开始, 只要是被王老看中的人, 我们白虎银, 许诺双倍好处。 此话一出, 全场天才眼中, 都闪过了抹恶然。 双倍好处, 这个白虎银, 根本就是光明正大的敲凤凰银的墙角啊。 王老满脸淡然, 好像这件事情, 根本无法让他动容。 可可, 全武营的雄富营长, 咳嗽一声, 随即朗声道, 现在马上开始三营选拔赛, 我们三营选拔赛, 内容非常简单。 等一会, 演武店内会展开修罗幻境, 能够在其中坚持一炷香的人, 可以成为选武营准弟子。 坚持两炷香的人, 都可以进入选武营。 至于三炷香以上的人, 将由我们三大营直接挑选。 修罗幻境, 秦南眉头一皱, 突然察觉什么, 猛地抬头, 朝上方看去。